对80%是比较健康的 人家说95%是烂片 那是有问题 但你说80%是烂片 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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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不是我吹牛逼啊 就谈电影啊 我是有资格谈的 我只能说网上的很多论料就不对 网上的很多论料就不对 彭武勋演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绿绿的手伸到文艺杰伸得太深了 过度的搞政治化 以去政治化的名义搞政治化 早知他搞不好 回归了之后一定会更好 不会更差 就那么简单 自己去看他们拍的电影都什么样 在他们的那个干涨之下 他们把电影都拍成了什么样子 对不对 这个等那个叫什么 川普二老师这边忙完了 我会跟大家讲的 我会让他跟大家讲的 事情跟大家讲的是不一样的 对吧 每次一说这个事情 我都要说一个人 叫谁叫政治化 当年是我记得是蒋经国 也可能是蒋经国后面那个 我记得不太清楚 要在台湾搞什么文艺区政治化 一人成的把这个政治化 从那个鹏骨心血丝给搞到了大陆 他本来那个政治化说 现在的天一片天 是漆黑的一片天 一人是因为他为什么要拍起他 因为他名字叫政治化 往讲说的 要去政治化 就要把你给去了 就把他给去了 然后大陆马上改革 以前是现在的一片天 肮脏的一片天 他来了之后马上改 现在的一片天 清朗的一片天 对于那个鹏骨的 那个鹏骨心血丝的这个文艺 大家有认识的 他是搞成那个样子的 以前的金马奖允许大陆来平 水平很高 互相合作跟外面都特别好 现在不允许了 现在的金马的那个含金亮 平行而论 恐怕不如金鸡 马不如鸡的 没办法 那他们的问题 大陆又没有这个问题 对不对 对吧 你看烂电影 你非要挑烂的看 那肯定你觉得都烂 你挑好的看 是不是 咱别的不说繁华 剧情烂 但是至少他的制作还可以 是吧 他也有科举之处 对不对 你说像去年的那个 漫长的季节 没有人说他烂 都说他好 对吧 很正常 你永远都是一堆烂的 里面有几个好的 80%是烂的 5%是好的 那已经算极好极好的环境了 是的 对吧 当然了 经济确实也很离谱 哎呀 经济确实 我也不敢乱说 我妈的异乡 我安徽了 回头我要拿一个弄弯 不能保化数字 其实第三体也很好 是的 但是第三体也很好 可能这种文艺造品呢 怎么说 它是文艺的一般规律嘛 一个人 一个搞文艺的人 他有状态的 他有灵感的 然后他还有那个什么技能 等等各方面 他不可能 因为他要养家糊口 所以他不得不去 接很多片子养活自己 然后在状态各方面 经费啊 机遇啊 都调整好的情况下 才能发挥他的作用 然后很多很多很多 这种能发挥作用的人 聚到一块 才能出好作品 文艺的一般规律 他就是这样 没有办法的 然后那个 我们业内的人 心里都有数 就我们搞文艺的人 心里都有数 他拍个烂片 或者说怎么怎么着 比较烂 这次 我们去捧个场 先让他活着 这次烂 下次就好了 没办法 文艺的一般规律 他就这样 文艺的一般规律 你这个 也没办法 毕竟人类还是有极限的 你说那种 一出就是佳作 一出就是佳作 一伙就是几十年 那谁 也就是刘德华 但你能说刘德华 一部蓝片都没看过吗 然后你说周杰伦 那你能说周杰伦的 任何一首歌 在任何时候都好听吗 也不能这么说嘛 没办法了 这主要是 主要是 靠艺术想吃饭 靠艺术想立足 太难了 所有的人都得 卷那千百分之二十 你才能够出名 但是如果你待在 那百分之八十里面 你能活得很滋润 然后那百分之二十的人 一定很痛苦 他的付出 跟他的回报 是不成正比的 那没有办法 这个行业他就这样 或者说 不是说这个行业 他就这样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门类他就这样 你得接受 得不停的接受失败 你很多人 尤其是社会分歧 或者说一些人 他一辈子失败一次两次 他就一决不正了 他有挫折 他就不行了 你搞文艺的是什么 你挫折了四次 能有一次不挫折 挫折了十次 能有那么一两次成功 所以有的人说 这个搞文艺的人 感觉自尊心动不是很强 或者说都能把尊严 抛到一边的感觉 确实没办法 要太有自尊的人 根本就受不了 那前六次 或者前四次失败 对吧 所以说大家也要 对这个东西有保辱 保辱对吧 看看大家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什么弹幕 反对动物成精 消灭德鲁伊可还行 不是 动物成精 动物成精 那个是 动物成精是上满 德鲁伊是人变成动物 是人成精 好吧 聊足球的 国足烂 哎呦 美国足球也不行 美中不足 美国跟中国 美国跟中国都不踢足球 国足烂 你想一想 美国也不行 心里就放宽心了 真正的大国 谁踢足球啊 开玩笑 开玩笑 现在的进去想也不行了 好久没关注了 对 王家卫 王家卫 很多人其实对他也是有意见 觉得他这个人 也不能说他这个人吧 就他那个风格有点 装 对 我对老上海 不是繁华 不是老上海 繁华是九年代上海 他那个滤镜拍成那样 都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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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会了你知道吧 假如洪汉这样的人去搞文化 他怎么说呢 搞爆破的去搞文化的 有美国的总统山 还有一些大型的雕像 可以想象 假如洪汉去搞文化的话 那可能是去雕总统山吧 对吧 现在的情况是 好见是去前半段经验 后半段烂尾 嗯 差不多 差不多 但也有 后段段也很经验的 也有 比如那个我个人认为哈 人民的民意 啊 还有那个 我觉得雍正王朝的结尾 比这个开局更让我震撼 啊 对 嗯 嗯 是的是的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美国的烂片也很多 美国的烂片那都海了 那太多了 美国的烂片都养活 哔哩哔哩 几个百大了 这个说电影 那个说电影 找一个没有人看过的烂片 从头看一遍一解说 呃 给里面人起个名字 几百万几千万不忘了 好几百万粉丝啊 美国的烂片 我连养活多少不辱啊 我的天呐 嗯 嗯 爆炸才是艺术啊 确实啊 爆炸就是艺术 没有错 没有错 啊 那个麦克尔贝不就是喜欢爆炸吗 啊 啊 老蕊啊 那个老蕊是看漫画的啊 那个人我也看 啊 是的 朕就是这样的汉子 勇者王朝确实好 当时那个英国拍那个都夺王朝 就笑话 说你们这个中国人穷 就他们认为中国人穷啊 英国人啊 拍个雍人王朝啊 连道具都找不齐 还得借什么其他剧组的啊 我们都夺王朝 都是找公平裁分 按照当年的 按照当年的图样 自个儿裁的 一定比你们更火 后来那个雍正王朝出了之后 拿去让那个都夺王朝的制作组看 那都夺王朝看完了之后 就说了一句话 等着我们英国人就不拍电视剧了 实在是比不过 实在是比不过 没办法 中国的电视剧在全世界范围内 它的那个影响 无论是影响力还是口碑啊 可以说都是 不能说第一啊 至少算算个翘楚 啊 就当年雍正和杜夺这事 啊 对吧 所以你看后来那个 英国呀 美国呀 拍这个历史剧啊 都变得 不能说审慎了起来 都变得商业化了起来 对吧 他知道自己 就是他知道这个行业 或者说这个 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 不叫主题剧 叫什么叫 类型剧 它的上限在哪里 啊 它形成有数 知道吧 苏版战争与和平算啥 那算 算大型军事演练 那是真打呀 那苏版的战争与和平 那是那仗是真打呀 那算大型军事演练 啊 对 当然了 那个 这都是说历史上最好的 最顶尖的那一批 啊 那烂剧 烂剧 我我反正我也看不少 我都记不住 我也是喜欢看哪种类型剧的 也不 也不怕大家笑 什么 就是演那个 什么类型 应该叫 也不是家庭伦理剧啊 就是演那种 演那种生活剧 什么看什么 颜月经演的呀 啊 又跟谁结婚了 又创业了 又跟谁打上战了 颜月经的呀 知道吗 啊 他演的 还有什么这个 呃 什么什么什么 那谁在谁家又嫁人了 怎么怎么着 哎呀 两口子怎么 怎么又吵架了 哎呀 多住一无言下 对吧 还有类似于千万四富院这种 我喜欢看那个 但剧情都记不住 可能一下午一看 能看一下吗 这么多演员就记着颜月经了 别人都不记得 哈哈 觉得觉得很真实 很有意思 看那个剧情有时候也揪心 对吧 就是剧情里面的人啊 那个编剧啊 都编的 哎呀 怎么怎么这么纠结 那么纠结 回头等晚上躺床自己想 他好像不纠结也没什么问题 都生活剧 农村乡土 玛丽苏 差不多吧 家庭 这就是家庭的那句是吧 你看完了 就不过脑子 啥也记不住 但是有意思 有意思 今天晚上一会儿读书 等这个开播半个小时 任务做完了 就开始读书 读那个雷峰的章节 继续读下一个章节 然后读到八点半左右呢 看看那个绿色家园老师 就是山东万德服务企业 那个可能招有点事 然后我这边的话 就会离开一段时间 然后等回来看时间吧 如果如果说有时间 就在接着播两分钟 没有时间就先退了 今天先让各位观众 讲一下这个事 实在是非常的抱歉 包括我讲的这个雷峰 它有很多电视剧 还有电影 不多而已 比较少 比较少 乔家大院 对 乔家大院是操操演的 是吧 一看到乔家大院 我就想起来 那个真魂队里 那个雍正 哎呀 真的是 证观之志的道具和演员 都很像剧本一大糊涂 太差了 证观之志的编剧 最大的错误就在于 大部分人不了解历史上的那个真观 不了解李世民 但是大家都了解那个随唐演艺里的李二 随唐演艺里的那个二哥 证观之志 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 李元霸的 善雄信的 对吧 还有那个什么 呃 还有谁 是吧 罗臣呢 都干嘛去了 没有 那观众看什么呀 我看正观之志 就为了看你正观怎么制的吗 肯定不是的呀 是吧 不是不符合历史 员文成都对 不是不符合历史 它不符合大家对于这个剧的期待 啊 然后一一眼就开会 大家发表意见 然后李世民往那一坐 我觉得如何如何如何 然后底下那个 长同无忌就发言 我觉得李世民说的对 魏珍说 我觉得李世民说的对 律师共说 我觉得李世民说的对 每次一看就给人这种感觉 啊 那该看什么 那大伙就 就跟他 李世民说的对 李二说的对 啊 魏珍说的对 完事了 没意思 啊 那没办法 他就他就改变 啊 魏珍不行 不不不 你看电视剧 看电视剧里面魏珍也是会说 那个李二说的对 啊 电视剧里面那个魏珍也会说 李二说的对 观众想看三国演义 你拿出来的三国志 是的呀 是的呀 突厥改十八路 高高高鲁百千元陀 是的 你高高鲁 哪怕你改成盖苏文的 我都 但是我 但是我又不敢乱说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发现我对这个剧 我也不熟悉 我只有一些印象 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薛恩贵 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徐茂公 啊 然后那个李静到底 到底是个怎么安排 我其实都不了解他 我不敢乱喷他 我了解他少 我也没整个看完 但是呢 他应该是也没有成功的塑造 这个李静啊 徐茂公啊 和这个叫什么 薛恩贵的形象 啊 哎 怎么说呢 有很多事情也是没有办法 啊 不用看完并不好看 是吧 薛恩贵 所以所以有薛丁山吗 哎 是薛丁山跟梵梨花是吧 有他俩 我就关心那个 要有薛丁山跟梵梨花 还是可以看一看 哎 那个大破天文阵的是谁 木贵英是吧 啊 不是梵梨花 哦 我老记不住啊 我老记 老记混 在古代说书我都要拉舌头的 对吧 武松最大蒋门神啊 能能能能能把蒋门神说成叶叉 就是我这种人 呵呵呵 哦 所以说电视剧难呀 改变是最难的嘛 李世民篡位后剧情冲突不足 对啊 人家搞 写说堂的写随他演义的都知道 李世民篡位后 不是篡位 那个随他演义里面 李世民叫 大位本归李世民 是李渊篡了李世民的位 知道吧 他那个论证是这个样子的 李渊夺了李世民的位啊 天下的好汉都认李 李二当哥哥 有你李渊什么事啊 他那个随老演义是这个逻辑 呵呵 嗯 然后这个 呵呵呵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结束了以后 就是善用性转世吧 把大家都干了嘛 对吧 刚进来就听到这么劲爆的言论 又不是我说的 那都是那个什么 写随老演义搞说 说那个评书那帮人说的 又不是我说的 那李渊干嘛了 李渊坑死了自己的儿子 啊 然后派着那个李渊局出去 到到到各地去搞那个挑拨离间 然后李二这样打那样打 回来了之后说 啊你作为我的儿子 你怎么能这样的 咔给下到地狱 下不是下到地狱 也下到狱里头 还得御师公去保他 而御师公还替他受刑 给御师公放出来 对吧 那老板的那个那个 你要看随老演义 那个李渊是这样的人 你天底下好看 败的是李世民 不是你李渊 没办法 所以说这个李世民就难拍 你到底是拍哪个李世民 是史书中的李世民 是随法演义里的李世民 是江湖上的李世民 还是那个真实的李世民呢 所以说我认为这个问题吧 还是需要 怎么说留在 要相信后人的智慧 拍李世民太难了 刘邦好拍 对刘邦你照着史书拍 第一 司马迁这个人 具有很强的文学天赋 写东西像谢老师伙似的 然后这个第二 刘邦这个人也很抽象 第三 他的人物也很传奇 所以刘邦好拍 你就照史书拍就完事了 对吧 你砍白蛇 你都能搞点太阳镜头进来 你也不知道 这个白蛇有多长多宽 多大多粗 对吧 主要刘邦晚年吧 哎 还是怎么说 刘邦晚年还是不够美满 被自己的兄弟背叛 而死于这个建商 完了自己的老婆孩子吧 跟自己关系还不好 所以刘邦的嘛 你就你就拍到那个 他回老家唱大风歌结束 是最好的 再往后就不好了 再往后就很凄凉了 刘邦的晚年就很凄凉了 他唱完大风歌 马上马上那个 马上金字幕啊 这么这么 回去之后死了 好 极大欢喜 非要拍到他死 不好 其实很悲伤 就跟那个汉武帝一样 你不要拍汉武帝死 汉武帝死到晚年 老婆老婆也死了 儿子儿子也上吊了 就剩一个 就剩一个女的 还是还是 还是这个欺骗他的感情 生了个儿子吧 跟那个 跟他又不熟 汉武帝晚年也很凄凉 对吧 没办法 就拍这两位 我尽量都不要拍 他的人生结局 太惨了 很悲伤 对吧 当然我知道汉武大帝是拍 那个 汉武大帝是拍了 那个刘邦的 这个晚年 当然我不知道 大汉天子有没有拍 对 儿子还不一定是他的 谁的儿子 你说刘邦的 还是刘邦的 我这个 对啊 我每周二三四播呀 周末不播的 周末和礼拜一 礼拜五不播的 所以感觉很凄 实际上不是 只是我定的是周 二三四播 对啊 哪个君王晚年不凄凉 嘿 乾隆 晚年不凄凉啊 对吧 康熙晚年也不凄凉啊 好家伙这俩晚年不凄凉 雍正没有晚年 很多帝王晚年 其实不凄凉很幸福的 刘邦晚年也很幸福 刘邦的晚年 本来很凄凉 但是呢 经过他和他原配的一番操作 变幸福了 所以晚年不凄凉的 君王很多的 啊 庸正没有晚年 是的 很悲伤 万历皇帝的晚年算幸福 应该也算幸福 万历万年 反正嘉靖晚年 肯定是不幸福 活活把自己凄凉 明世明晚年算不算凄凉 凄凉个屁啊 不凄凉 我这话 我不是批评你二号 你这有机会 算不算了 就是 大家都知道唐朝那个皇室 他那个那方面比较混乱 他哪凄凉了 他能够满足自己的欲望 他就不凄凉了 你知道吧 有剧的时候 对刘病以嘛 是吧 没记错 对 以前还有关于 这个刘病以的传奇电视剧 拍的很变态 我就没看 我怀疑他是不是 什么请了好莱坞 或者说美国那边 装拍B级别人的人 过来写的剧本 太可怕了 忘了 我都快忘了 小时候看电视 现在不看了 死太子都不能算完美 这 死不死 跟华有啥关系 就古代那个宫廷制度 皇上真的跟太子很熟吗 不见得吧 皇上真的跟太子很熟吗 不熟啊 这虽然是我儿子 但是我和他关系不好 不很正常吗 对不对 是怎样 这不熟啊 不认识啊 那死的太子是谁 是我儿子 是亲生的吗 不知道 那那那可能不是吧 就就就连他妈一块给弄死了 这事多了 那北魏那个什么 子贵母死嘛 本管孩子牛不牛逼 先把母亲弄死 对不对 那是不是亲生的都无所谓了 把个个从小把孩子养成仇人了 这种 虽然是我儿子 但是我跟他不熟 这种情况多了 照顾晚年呢 照顾晚年很幸福 不是 照顾首先他是个太监 所以他晚年呢 没有什么欲望 其次呢 他反正本来也不想干了 最后呢 骂名的都是他儿子单 就是那个孝宗单 所以照顾晚年其实很幸福 虽然他晚年幸福 他代价比较大 就是他这个 他得 他 他 哎呀 这这这 他 他 他在 他在医学上已经是一个太监了 所以他的晚年比较幸福 当然也有熟的 也有熟的 也有那个 也有这个父子关系特别好的 也有 也有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雍正和乾隆 雍正和乾隆算 算从小关系好的 就是就虽然是父子 但算管也好 历史记载 照顾这边刚有能力登基 他的那个什么所谓的小儿子就死了 这不就说明 他天生就没有能力吗 那个他的那个所谓的儿子 你搞不好是 他的那个什么所谓的 他什么王的非 跟跟跟谁的后代怎么怎么 这这 老少家的事咱都不能乱说 你知道吧 哎呀 这这这 他这个是确定的是他的问题 不是他老婆的问题 你知道吗 哎呀你们都关心什么呢 照顾了几点事 全都翻出来了 啊 太可怕了 惠总 惠总晚年可幸福了 啊 他搞艺术终于没有 不用受到什么各种各样的限制 不是说他当年 在那个 在黑龙江那边 还生了好几个儿子吗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我觉得他的晚年 在他个人的观点来看 倒不至于不幸 你想想像他这种艺术家 哎呀 到了冰天雪地 终于没人管了 哼 鬼知道他这么想 对呀 在历史记载生了十几个嘛 灰总 你不能 我这么给你生灰总 让我想想来看水火软呗 水火软里的灰总还戴瑞瓶手表呢 哈哈哈哈 就那个什么央视版水虎 央视版水虎里面的灰总 还戴个手表呢 也不知道是什么新的 我也不知道什么牌子 好像是 好像是上海手表 也可能是瑞士 还管他的 你想人家是天朝上国 瑞士过来进攻的手表 也很合理吧 对吧 嗯 哎 挺有意思的 这 嗯 江伟国不是亲身的呀 这不是很确定的吗 对吧 宋辉总 你说辉总最近也有水虎热 现在网上这个 聊水虎 我听说在抖音那边 挺宋江派和骂宋江派都快打起来了 都要卸下约架了 啊 什么 还有说什么 我们家是祖传的宋江全法 要约下约一家了 也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呢 最近也要聊水虎 到今天晚上如果我读完书了 还有时间倒可以聊一聊 倒可以细聊一聊 聊水虎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尤其最近的水虎争议还很大 啊 这个尤其在拉扯那个央板水虎的评分 啊 我这个人就说一句话 我说一下我的观点 就是 特大名著水虎传 好就好在评分最低 啊 对 好就好在评分最低 然后以后跟大家讲讲水虎 讲讲水虎 水虎可讲的太多了 哎呀 就闲了没有事就讲水虎啊 有事了就还是该讲哲学 讲哲学 该唠艺术唠艺术啊 该连线学弟学妹 连线学弟学妹 对 我说祖传的老浩尔滨 你聊水虎我就可激动了 水虎里没有 啊 有 水虎里有个尊头士 是经国势力 啊 没有问题啊 哪个版本的水虎 哪个版本 120回奔的 肯定是聊120回奔的嘛 那个怀西王庆 河北天虎 也算一对 也算一对好汉 要聊还是聊120回奔的 啊 都有的最好 新水毫无疑问是新四大民族 拍的最好 而央水毫无疑问是 老四大民族里面最差的 这个是没有争议的 但是咱不能比赖 咱不能比赖 咱得平行而论说 但从艺术评的角度来说 央视版水虎算 已经算很不错了 啊 至少能近到20% 然后呢 这个新版水虎也能近到20% 但是呢 聊主要还是聊这个 老板的水虎多一点 啊 除非他那个时代没拍那个章节 我可能会讲讲新水虎的 这个方法 新水虎呢 他主要还是什么呢 他像这个市场妥协的太多了 啊 他没有那个 老那个老板水虎那么硬气啊 老板水虎最大的问题 就是太硬气了 哎 这很多东西大家想看他不拍 啊 只拍潘金莲洗澡 哪够啊 潘蒋云洗澡怎么不拍呢 严谷熙洗澡怎么不拍呢 对不对 九天玄女洗澡怎么能 不是不是不是 说错了 李诗诗洗澡怎么能不拍呢 只拍潘金莲洗澡 太过于不像市场妥协了 哼 啊 可以互补着看 对的对的 是的是的 啊 都拍过我找的版本不对 啊 这 确实都拍过 我知道确实都拍过 我开玩笑的 但是就把没拍九天玄女 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央视胆子大一点 他让那个李诗诗的演员 来演九天玄女 那这个思想心就炸裂了 绝对是能进入这个叫什么 世界文艺史的东西 但是很可惜 他由于这个要避免这个 乖绘乱神的环节 他没拍九天玄女 要是我拍 我绝对让九天玄女跟李诗诗是一个演员 啊 那是最 那是那 那绝对的 就这一个球段就能上世界艺术史 啊 所以我拍不了是吗 这太艺术了 是吗 嘿嘿 不是 水虎传不是地理差 水虎传如果他的作者真的按照这个真实历史那么写 这书他就出版不了了 不但也是有一定的出来审查制度的 他不能按照真的那么写呀 你说 你写这个是为什么谁支持你的 你为什么写这个 他怎么回答呢 所以他地理差很正常 啊 不能都洗澡啊 又不是开澡堂的 主要是不洗澡啊 不卫生啊 你不洗澡你容易得病啊 我这个洗澡其实已经说的很隐晦了 如果问为什么一定要拍洗澡呢 那我只能说你说洗完澡之后他们干嘛的 说 哎 你演了就行 你演了就行 对吧 那我换个说吧 行不行 拍张文远洗澡 拍那个裴如海洗澡 拍宋徽宗洗澡 拍那个 西班青洗澡 对吧 我这么说大家就明白我什么意思了吧 坏了 我好像发现我技术的情节好像都有点问题 这个 我好像需要反思一下 为什么这几个人我就记不那么清楚 算了 就这样吧 他们都是优秀的伦理学案例 我好像 我好像 我好像连洗澡都不用拍了 天天搁河里泡着 不是 不是 学学学 可以可以可以 大家 大家 真有喜欢看洗澡的这个是我没讲到 大家都是当年那个什么 引进中国的千禁木韩剧 其中有一个什么 啊 澡堂里的男人们的 忠实 忠实爱好者 是吧 可以可以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啊 开玩笑 这开玩笑 这开玩笑 坏了这么一说 我突然间在想 卢俊逸的老婆叫什么 卢俊逸的老婆叫王氏还是陈氏来着 忘了 不重要 然后他那个管家叫李贤是吧 好像是啊 这卢俊逸的老婆叫什么 我忘了 算了不重要啊 哎呦坏了 路波大老进屋 哎 这个感谢阿盛的电单工房老师进入直播间 那 这段您可以不录啊 我这个哎呦坏了 哎呦 我这个哎呦坏了 哎呦 我这 啊 我得说点牙子 对吧 这主要是为什么要洗澡呢 主要是看这些像什么九文龙使径啊 燕青啊 花盒上的一身花秀嘛 对吧 欣赏一下这个人体 不是人体叫文身的艺术 啊 主要目的是为了这个 对吧 你而且人家也得讲卫生 不然那个 你看古代他那个技术也不够高明 万一药上的不好 他可能发炎 是不是 啊 所以说看文身啊 看文身 是不是 你古人嘛 都比较注重这个礼数的 你动不动就什么打赤膊呀 光膀子呀 不雅 对吧 你不如安排他们洗澡 是不是 你在那个山寨里头修个澡堂子 让他安排那个轰天雷林郑 去烧锅炉 对吧 一边烧啊 坏了 让轰天雷林郑去烧锅炉 那人的锅炉就炸了 安排谁去呢 通闭员胡店去烧锅炉 他胳膊长啊 都股份肯定很有劲 然后一帮一帮那个 一百零五个好汉 都跟他一屋洗澡 隔壁把 买三个澡盆 一个孙大娘 一个孤大嫂 一个妇三娘啊 隔壁澡盆洗 坐好 坐好 这个 互相这个 对吧 牙 要有这个 罗马浴池之 美景 显示这个 中国与罗马 这个几千年来的 共同爱好和友谊 主要是为这个 主要是为这个 叫李固是吧 我记错了 把护三娘忘了 护三娘 护三娘 不是原著里面 那个护三娘 我的天哪 真的是两版都给他美化了 原版那个是 什么一胳膊柔 就把那个王英 掐在 掐在这个 胳膊底下 什么夹着人家 都没法叫唤了 那种 真的要 看这种护三娘吗 这真可怕 假式 李固和假式 卢俊逸是吧 忘了忘了忘了 所以我让好看上山原因 是不是过于重复了 那也编不出来呀 那为啥上山呢 他除了造反 和被人上上山 还有什么理由上山呢 对吧 直接温泉不行 不是他主要是 梁山那儿没有温泉 他得 他得烧锅炉 他必须得烧锅炉 对啊 护三娘 不是杜三娘 杜石娘也不行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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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浒带里没有杜石娘 护三娘 哎 坏了 这个 拍新版水浒的目的是 为了拍一版那妈个好汉 洗澡很安心 有点太低于 我说记得那个老板 央视版那个水浒 拍顾大嫂 他们真的找了一个 看起来很像大嫂的演员 那幻想到现在 恨不得让那个 幻想到现在 恨不得让去刘亦菲去演 嗯 实在变了 没办法 啊 历史上能像梁山那样 运造牛肉吗 能 因为什么呢 就大家要理解一个问题哈 就关于古代 吃不吃牛肉这个东西 我得说句实话 就是 第一古代管子没有那么严 第二呢 牛跟牛也不一样 因为我们现在接触牛少了 所以大家都认为 牛是一种动物 但古代不是 古代他那个水牛啊 黄牛啊 什么奶牛啊 什么各种各种牛 他区分的很清楚的 官府在执行的时候也是 确定了 当地跟牛是什么品种 就那个品种的牛 不杀 剩下的牛 是要杀的 然后需要他里面的各种 除了肉以外的各种制品 去 你比如说要那个做什么 比如说做牛脚杯啊 比如说需要那个 需要做牛皮的皮啊 啊 需要那个牛精去做这个 像公弦啊 或者说这个乐器的弦啊 之类的东西 所以说古代的那个 不让宰杀 跟牛 它是一个很具体的事情 不是大家想的 凡是牛都不杀 大家能理解吗 啊 你就是如果你现在去 如果大家现在去了解牛 也是会说什么 水牛是水牛 黄牛是黄牛 什么奶牛是奶牛 这种东西 古代是这么回事啊 所以说 所以说不好说是这个 古代说不让宰杀 跟牛 所以就都不吃牛肉了 那有很多牛 它的品种就不是做跟牛的嘛 是吧 所以说这个网上的 这个过去这个东西 也不能算谣言吧 只能说就是对牛不太了解 倒是吧 说的肯定是不对 说的肯定是不对 对对对 跟牛是有编制的 是的 而且它是不是跟牛 在古代 它是一个直观的问题 因为大家都生活在这个 那个农 那个农根社会 乡土社会 什么牛是跟牛 什么牛是牛 什么牛是奶牛 它一眼就看出来了 咱们看不出来 是因为咱们 见牛见得少 对吧 你说你说黄牛长什么样 水牛长什么样 大家说一说 其实说不上来了 你只能说黄牛是黄的 水牛是黑的 但具体 有没有黑的黄牛 和黄的水牛 大伙也不知道 对吧 很正常 这都很正常的事 顾大嫂不是十几个男人 进不了她的身吗 顾大嫂也是能打老虎的 男人算什么 她那老虎都能打 现在只认识牛头人 牛头人跟牛头人也不一样 真的 牛头人跟牛头人也不一样 古希腊的牛头人啊 什么中国古代的牛头瓦面 上的牛头人啊 还有什么其他各种传说里的 牛头人啊 也都是有区别的 牛头人跟牛头人也不一样 啊 对对对 还有还有脚也不一样 还有脚也不一样 什么 就然后想起来 当天看那个笑话 那个笑话 可能说那个背景 就是笑话 那个那个时候 很多那个城市里的人吧 种种原因去了农村嘛 历史背景 大家知道就行了 就问那个当地的农民啊 这种牛为什么不长脚 是有什么缘故吗 人家当地农民就跟他解释 有的牛不长脚 是这个 呃 有的牛不长脚 是天生的 有的牛不长脚 是后来打架 跟人吊了 有的呢 牛不长脚 是因为有坏人给他拒了 那这种牛 为什么不长脚呢 妈的 你仔细看看 这不是牛 这是驴 那就是这种笑话嘛 对吧 嘲讽那些 那个不认识 那就完全对这个 这个什么牲畜 和那个那个农作物 没有概念的 很正常 恐怖图山跟血蹄也不一样 那确实啊 恐怖图山是黑的 血蹄是黄色的 很正常 色体不清 无骨不分 是的呀 你 人有 人有那个 人除了有理性 他还有感性 就是很多东西 是你肉眼直观 能看出来的 然后这个 有很多人 他是 他可能理性上 没有什么认识 但是他 从感性上 就觉得哪哪不对 他可能就是 感谢拔书 惠惠你的 SC 古代女性 文学形象 正面多 还是负面多 正面多 正面多 这个很明确的说 古代文学形象 女性正面多 就是什么呢 就是古代 为什么 男性负面形象 比女性多 是因为 你古代老有 那一什么 多少多少万 被干到的杂兵 而那些杂兵呢 你都默认的是男的 然后一到女的 要么说他是美女 然后描写他这个 品行优雅 要不然就说 他是个有母性的 是个什么好妈妈 或者好奶奶 所以 因为女性杂兵少 所以导致 古代的文学形象里面 女性的正面形象 居多 很少出现女性杂兵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什么一打多少万杂兵 那都是男的 负面多 应该怎么说 就是他如果你描写的细致的女性 那确确实实 大概率是负面形象 这是 这是另一个现实 对 就是如果一个女性 描写的特别多 那他大概率 要么去描写他的负面层面 要不然去描写他的负面形象 确实也有这个情况的出现 所以说 你说负面形象 看起来很多 也是有道理的 对 描写的女性都是精英 也不见得 孙二娘是精英吗 孙二娘肯定不是精英啊 对吧 孙二娘是草根的 那孤大嫂子是自己打拼成精英的 对吧 如果是年轻女性就是负面多 也不好说 你什么叫 我们现在叫年轻女性 在古代那就是圣女了 就是圣下来的圣 就是嫁不出去的呀 那在古代嫁不出去 就已经是一个负面形象了 因为古代他那个婚配都比较早嘛 所以说古代的 现在我们看年轻女性 二十七八岁 二十八九岁 那古代他是圣女 那上来他为什么嫁不出去 一定有缘故 对不对 所以说 现在的年轻女性 他在古代已经算是圣女了 那你要说十五六岁的 十八九岁的 那正面形象还是 还是多的 就是代字归中的 没嫁出去的 不不 不是没嫁出去的 是还没来及 这个说没的 那还是很多正面形象的 对吧 毕竟古代跟现在不一样的 古代十三四岁 结婚分情况 古代的婚配 也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就古代有很多人 怎么说 就是那十三四岁的 那是能嫁出去的 古代嫁不出去的也很多呀 就是别说十三四岁的 都二十七八岁了 都没有人上门提亲的 也喊了去了呀 那很正常呀 那只能说十三四岁的是一种 一种现象 你不能说是主流 肯定不是主流 对吧 他在家活还没怎么干呢 你先把他嫁出去了 算怎么回事 你干啥年活在嫁呢 就说句比较恶毒的话 就哪怕是那种什么 就是就是就是 古代那种比较都比较那个 比较那个分界的那种环境之下 你也不可能说十三四岁就往外嫁 十三四岁往外嫁 你为什么看历史记载的多 是因为那时候是乱世 你只能确定他今天还活着 你只能确定说他活着的时候往外嫁 你不能说他的年纪 你只能确定他活着 活着的时候把他嫁 或者活着的时候娶个老婆 重点是活着不在于年纪 大伙明白吧 现在的圣女在古代叫大婶吗 不叫大婶 在古代叫婶子 那一定得是事实上的婶子 就现在的圣女在古代 我觉得好像叫家人 财子家人的那个家人 对所以说很多事情嘛 就包括这个 还是多看看古代的文学作品 去了解一下当时的人是怎么说的 咱不好拿着什么史观的话 或者一些人的话去推测的 反正这些书也没有进 你买那些戏曲啊 你看看不就完了吗 是多大是多大吗 对吧 而且古代十三四岁是虚岁 不对 十三四岁男的才算虚岁 女的应该是十岁 所以说也不是说什么 古代十三四岁就嫁了 也不是说就一定怎么怎么着 很多情况都不好说的 他不是 大家没有理解是什么 嫁不出去 跟他是不是美女 没有关系 明白吧 嫁不出去跟 是不是美女 没有关系 啊 他是个美女 很漂亮 有很多 拼头 但是他嫁不出去 就大概要进入古代的 伦理道德关键 啊 他嫁得早 生活得好 然后这个 品德高尚 但他不一定是美女 可能长得写仇 啊 离远了看 跟那个什么 就瘦得像竹叶如神经的 啊 胖得像那个 呃 邓龙张 他推走路的 但是呢 他嫁得好 跟那个 男方女方关系好 然后那个 给家里人养得好 那他在古代 就是个 好女人 他长得漂亮 顺便有一帮拼头 能力很强 能杀得他 敢爱敢恨 但是他嫁不出去 所以他不是什么好女人 但是古代是这个伦理学 但我没办法 啊 有点肉 虽然有点肉 但是大家得理解这个 古代的伦理学 他现在不一样 对啊 没办法 没办法 这很多东西 嗯 我对诸葛那样 娶他老婆这件事 怎么看 他娶别的老婆 那不就成操操了吗 啊 我吼那么大声干嘛呀 那是 那可能是 是我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啊 是我的问题 啊 就是 我说就是 以前有一部电视剧 讲过这个 什么电视剧呢 大宋提新官 大宋提新官就讲这个 大宋提新官就是 那个男主角叫什么来着 宋慈 他找了个女秘书 为什么呢 因为女秘书 他爸死了 他觉得那个女 那个女秘书很可怜 然后两个人就一块 到各地去判案 一块去出差 然后那个宋慈 他老婆呢 偶尔去看他 你知道吧 后来他的阵敌 就把握住了这个 非说那个宋慈 在外面跟他的那个女秘书 不清不楚 把那个宋慈都说懵了 你知道吧 有这么一个情节 所以我记得好像 还是他老婆出来说 他俩确实一点关系 都没有 这个事情在放过宋慈 对对对对 是的 所以古代的很多事情 跟现代的不一样 跟现在不一样 虚丑的还可以纳妾 你得理解 古代的很多人 他不一定喜欢漂亮 他可能就喜欢丑 或者说 可能就喜欢那种 看起来不是很漂亮 对 所以说这个问题 他不是说我们现在 用现代人的视角 能够去理解 在古代就不是那么回事 古代有没有照片 也没有画像 一个人一辈子能见到的人 是有限的 他对于美丑的认识 可能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对吧 有些时候纳妾是现人需求 但没谈纳妾 这个纳妾有啥关系 那古代女的找好几个男的 也比比皆是各种各样的故事 只是不说 只是不说 或者说只是那个 大家选择性的没有看到 蒙古大汗娶老婆 就是有政治就对 大家聊的都是 古代的贵族 统治阶级 大地主 大方念设理 我聊的都是 小地主 或者平民老百姓 哎呀 这个确实层次不一样 层次不一样 你跟古代的很多 就是小地主 你跟他说什么 哎呀 娶老婆是政治联姻啊 巴拉巴拉的 他都理解不了 没办法 那如果说你在 在这里以后呢 就是如果说到了 明代以后 你再聊江南的 那个江南的 那个社会环境 就有问题了 为什么呢 那那边是商业环境 商业社会 有资本主义萌芽 这个时候呢 他就进入了一个 所谓的物化女性问题 等到那个时候 物化女性的这个问题 就比较显著了 然后大家就会 就是可以进入 这个物化女性的 这个环境去 弄这个概念去看 当时的一些 一点苗头 但是还是那句话 只是一点苗头啊 他不是主流的 很少很少很少的 几乎是反应不出来的 对啊 是的 感谢上山旗的SC 为啥古代人 括号金圣探李卓吴等 都对李逵评价极高 现在看来 他就是个变态杀人狂 很简单啊 因为李逵反对赵安 对 为什么古人 对李逵评价高 是因为李逵 作为宋江的小弟 他旗帜鲜明的反对赵安啊 跟他是不是变态杀人狂 和他那个做事情 是不是变态 他是不是同性恋都没有关系 就那么简单啊 单目有说忠心够义气 也是 但是忠心够义气 不至于说对李逵的评价 能拉到和其他的忠心够义气的人 一个水平啊 对鲁大使就鲁鲁达 就是鲁志生 他也忠心 他也够义气 但是他的 但是评价鲁志生 他需要从 因为他是和尚 所以就会拿和尚的要求去要求他 然后他也很符合和尚的要求 虽然破了杀戒嘛 就是说杀了很多人 但是他其他方面都是符合修行的 所以对鲁志生的评价也高 对李逵的评价也高 首先是因为他提示宣明的反对赵安 其次是因为李逵 他反对这个摧残人性的分件礼教 第三点就是李逵洒脱 这三点就是对李逵评价高 就我们现代人 我们有公序良俗 我们社会层面 我们各种各样的东西 大家能理解 但古代的时候呢 这个李逵是什么呢 就是他有那个胆量去违背公序良俗 你敢吗 宋江都不敢 花蓉也不敢 无用也不敢 还有什么那个 就是宋江的 其他的一帮人也不敢 他李逵敢 所以放在 你把它放在宋江的朋友们 这个环境里面 就显得李逵是这帮人里面 道德水平最高的了 明白我的意思吧 这个东西还是比较难的 大家需要去理解 对对对 还有独特真的 就我们现在聊点李逵的好的方面 但是你现代人看 他就是个变态杀人狂 还是个同性恋 哎呀不 我不是全是同性恋 我换句话就是 可能还是个LGBTQIAPK群体 对吧 他现在人去看李逵 肯定是有很多的其他的相法 去谈 对 整个人他谁不是乱杀呢 是的呀 如同天上降魔主 真是人间太阳神 这个是武松 你到了天上你能降魔 到了人间你就是太岁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的力量太大了 你动一动 就会对身边的人造成一些影响 而这些影响别人吃不消 但是你个人的内心呢 还是善良的 说武松的是这个意思 武松从头到 从头至尾 他都是纯善 好人 不做坏事 括号 在他看来没有做过坏事 括号完 你不能说咱们客观的看他有没有做坏事 那做了呀 他打死很多人吧 还灭了人家那个什么 张都见满门 我记得 但是他自己没有觉得自己做 在做坏事 所以说这武松的评价是很高的 那芳辣岂不是更敢更突破 对啊 所以芳辣能够干死很多那个梁山上的人嘛 对吧 所以芳辣更敢更突破 没有问题的 对吧 一种纯真的魔性 李慧类似于婴儿的状态 对 也有这种说法 所以说我们如果站在那个像精神太李卓武 他们那个实在的角度去看李慧的话 他们对于李慧的那种羡慕 那种认可 那种追求 当然换句话说 如果他们的阶级再低一点 低到和建州一样 那可能他们就不一定还觉得李慧怎么怎么着了 明白吧 就是因为他们不是建州 所以他们总是受到那些规则呀 别人的看法呀 社会分析呀 社会潜规则的疏忽 如果说李州武器人是建州的话 那他们早看三国演义了 还看什么水果传呢 芳辣会乾坤大挪移啊 是啊 芳辣确实会乾坤大挪移 梁山上的有范思岩的吗 有 我记得是有的是那个孙兴是吧 小玉时孙兴好像是 我也可能记错了 我记得孙兴好像是卖思岩的 就那个碧玉时孙丽的弟弟好像是 就是那个顾大嫂的老公 他好像是 他好像是 要不然就电视剧里面是 原著是不是我想不起来了 卢军亦也是犯思岩的是吗 我和玉再查一查 孙兴是开店的吗 顾大嫂是开店的吗 不重要 为了更好的欣赏角色 我都把人思考成美少女 这 不是不可以是吧 你让我想起那个FGO的性转版 胡言卓了 双双边胡言卓 结果出来是个女的 吓死我了 你们骂李逵 无非就是因为李逵不是美少女 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 我们国家的论理学教材啊 以后革新的时候 可以给这位粉丝朋友专门留一个章节 聊一聊什么叫娘化现象 太可怕了 李逵是美少女 哎呀 这 我想象不出来 你知道吧 想象不出来 真的 太可怕了 怎么评价卢俊逸呢 卢俊逸 他的故事主要体现的是古代的宿命论 所以卢俊逸 从这到北山也没干 我觉得 山长山就山长山了 哎呀 跟那个燕青在一块 就跟燕青在一块了 打仗打仗了 哎呀 喝酒喝酒了 哎呀 被毒死被毒死了 这个 卢俊逸 感觉有点 怎么说 不能说没有个性嘛 只是说 他好像 自己能做选择的机会不多 卢俊逸 啊 很少能看从他的个人选择里面 体现出他的这个 人物塑造嘛 没办法 嗯 嗯 宁宁宁是谁 什么作品里的 我不记得 我忘了 啊 我路边外 糊糊糊糊糊糊的 一山 是的呀 我这 不知道怎么回事的 反正 他上梁山是好的 他要不上梁山 啊 他要不上梁山 就就在家 被他老婆家 那个管家礼顾 给弄死了 他的 那卢俊逸 向梁山 对于他的人生 是件好事 啊 卢俊逸 上梁山 这怎么说 就是算好的了 嗯 这只是从剧情的角度上来说 在现实生活中呢 还是不建议他上梁山 我更建议他去投方辣 因为他如果投方辣的话 能比上梁山 取得 呃 更更更大的功绩 对 我不太了解啊 这是哪个作品 哎呀 这预计可还行 我没看过坠序 我对坠序不了解 真的啊 啊 坠序 这这两个词 怎么看起来觉得这个作品 充满了悲剧色彩 怎么就坠序了 该不会比那个什么 豆婆唐琼的硝烟还要惨 啊 我觉得硝烟已经够惨的了 在那个 世俗社会里 啊 如果没有那个 如果没有那个蛇妖 加上他的那个师傅 硝烟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我想都不敢想 嗯 嗯 主播看懂《红楼梦》了吗 我连电视剧都没咋看 说实话 我也不能说看懂《红楼梦》 我几乎没看 我总觉得 哎 我我我 你一说《红楼梦》 我老门想起来 我千万千看个清洁 我都没看 我看《红楼梦》有个清洁 我就没看明白 清文死之后 贾宝玉替给清文吊丧 然后呢 朗诵芙蓉女儿泪 朗诵完了 林奈玉突然出现 说你这个写的好 我来改一改 然后他们两口子一块回去了 然后我看 当时看的时候 没觉得哪不对劲 看完了 我总觉得哪说不上来 就是贾宝玉去平调清文 平调完了 发现旁边有林奈玉 问题是林奈玉 他跟清文又没有什么关系 那为什么林奈玉 会出现在贾宝玉 平调清文的那个场景里呢 我怎么想没想明白 啊 就我觉得该不会是林奈玉 为了看贾宝玉 就偷偷私下跟着他 跟踪他 看看贾宝玉到底去干嘛了 所以就在后面跟着我 那这样我去想一想的话 那林奈玉不就成病交了吗 是吧 就想不明白 啊 到底这个林奈玉 就是贾宝玉去 停掉林奈玉 啊 停掉这个清文 跟林奈玉到底有什么关系 想不通 就我只能等出一个结论 林奈玉是个病交啊 贾宝玉已经习惯了 对吧 张杰解说红楼梦很有意思 当然他收钱了 张杰老师解说红楼梦 确实很有意思 但是每次他只放四分钟能看 后面的一个都二十 他们又不能看 还得花钱 很悲伤 林奈玉就是病交 确实 这我也承认 这我也承认 我只能说 就解释吧 就是还挺二次元的 哎呦我的妈呀 还挺二次元的 这个情节 哎呦 这日本有没有 日本哪个制作组 赶紧拍拍红楼梦啊 我的妈呀 情节好二次元啊 我的天哪 让我想起看 梁公春日的忧郁的感觉了 对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超精灵有梁公春日 但是他有就是有呗 那怎么办 那一会九点开始读书吧 如果今天要是读的不顺利 那明天再重新读 而读的顺利呢 就读一读 讲讲雷声 那一会九点开始就读书了 恐怕日本现在 没有这个水平的人 哎呀 你说这个让我想起 那个金是金阿尼吧 被那个一个变态放火 烧死了不少人的故事 你要说没有那把火 我还敢说日本 可以让金阿尼那边试一试 但是你想一想 日本变态就是多 那个事实在是太大的历史危剧 那个男的好像 太死刑了吧 就是执不执行 我们不知道 应该是绞刑吧 我听说 也可能我记错了 但想一想 确实也挺遗憾 天下搞文艺的是一家嘛 对吧 咱在这方面不能搞 打过啥的努力 日本那边搞搞二次元 找本土拍拍动画 也是可以的 只不过 哎 这个世界总是充满了各种遗憾 嗯 我说的基本上 所有女性角色 原诗物语都有 原诗物语 他们是有动画片的 啊 就直接看就完事了 但是 红楼梦好像是这么有 海猫 海猫是吧 海猫没看过 回去再看看 回去看看 然后说演并 你要是说光并交角色 速到的话 那无头其事 那几个算并交吗 那几个算正常的变态呀 还是算并交呢 啊 无头其事的话 算不算并交 我想不明白 那应该不算吧 正经的并交角色 又有林黛玉那个气质的 恐怕还真没拍出来 啊 啊 班机社能把红楼梦 开成格斗漫 那也挺好的 我觉得这样挺不错的 啊 这种动画片 是能直接在公安场合说的吗 哈哈 死故那次可还行 那那那有点 那有点 那有点令人悲伤了 兄弟 哥哥们这么去了 刘武艺人在这也挺好 这是这是哪一段 有点吓人了 兄弟们 日在校园可还行 我就没说 那那那 你要你要 你要是从艺术的角度 来看日在校园 那个动画片 还是很艺术的 草舌辉线 扶元圈里 人物关系 人物关系明确 然后这个 关系网络复杂 剧情充足明显 然后这个 剧本用心 然后这个 人物动机充足 人物塑造满分 要这么说的话 此无得此 如果咱把它当作一个 正经的动画片 看的话 它的艺术成分 还是挺高的 只不过 它真的能当一个 正经的动画片 看吗 兄弟们 日在校园游戏不行啊 日在校园游戏 肯定是不行的呀 那个东西 它就不是个艺术作品啊 是吧 聊这个 直播间会被分的吧 咱不聊这个 你喜欢萧公 萧公和并交 一点关系都没有吧 萧公跟并交 一点关系都没有吧 太可怕了 萧公这种人 要是成为了并交 那整个到期 萧公是做烟花的 真的要让这种人 成为并交吗 会拍出什么剧情 我都不敢想啊 原神里没有并交吧 我不记得原神里有并交 自作自机应该是没有 自机角色没有并交啊 剧情里有没有 也不注意 对 就甭管怎么说 反正那个 还好 不是不是 不是说还好 就是反正 红龙们最后给安排 把林奈玉给写死了 如果 如果要我来写 我就安排林奈玉什么 遇到了什么 南少林苏川弟子 哎呀 什么什么 被跑出大官员 学了一套武功啊 然后过来复仇 把那些阻挡过他的人 全部都解决了 来一个大复仇结局 多好 我都想到最后 那个场景了 什么薛宝钗 横在贾宝玉身前 哎呀 替贾宝玉挡刀 然后会刀的人是谁呢 林黛玉 哎呀 这样拍才叫有意思 对吧 哎 对吧 那都什么 什么金玉良缘 什么那个 牧师前门 都说出来了 那不如把这个冲突 直接具象化 对吧 本来需要身体就好 也比较壮实 他可以去学一个正经的武功 那家武功 那家拳之类的 然后让那个林黛玉去学什么 笑傲派这种 私下流传的 秘密结设式的 然后两个人这个 直接直接这个 什么在大官员里 哎呀 我这个什么 什么林黛玉还没有擦到 什么宝剑上的血 然后这个薛宝钗 这个拔起头上的 这个金钗 户在这个 贾宝玉身前的场景 一对峙 肯定火 这么拍 这个时候直接竞片围曲 多好 有点太二次元了 我看我对 红楼梦的误解挺多的是吧 这我眼里 红楼梦就是一个 单纯的谈恋爱的故事 我至于网上那些解读 看出这看出那 红原家评论这评论那 我真看不出来 我就觉得是一帮人 在那执婚自诉谈恋爱 别的我啥都看不出来 真的真的 我承认 我格局不高 我看不懂 我只是很认真地在看 那个红楼梦里的人 在怎么谈恋爱 到时候呢 学会了一些 在教大家几手 对吧 在教大家几手 对对对 别的我看不出来 我真看不出来 我真看不出来 我没关系 我承认 对吧 谁喜欢谁 谁跟谁怎么着 两个人关系怎么怎么样 谁不喜欢谁 谁跟谁又怎么怎么着 两个人关系怎么怎么样 贾宝玉 贾宝玉今天 为什么跟谁谁出去干这个 贾宝玉明天 为什么跟那个谁谁出去干那个 林奈玉喜不喜欢 贾宝玉跟这个谁出去干那个 林奈玉喜不喜欢 跟贾宝玉 贾宝玉跟那个谁出去干那个 对吧 我都主要都不关心这个 别的我都不关心了 如果跟大家解读红楼梦 我就解读这个 好吗 嗯 啊 红楼梦有贪量吗 红楼梦里不全贪量吗 啊 我离开错了吗 不是 那贾宝玉跟林奈玉 两人一块铺席子 因为那个林奈玉床的席子 只够一个人睡的 贾宝玉说要跟他住一屋 然后拿那个铺了个席子 然后一个人睡这头 一个人睡那头 然后贾宝玉故意拿扇子 去给那个林奈玉吹风 林奈玉说你这样吹我感冒了 然后他还往上上扇 然后那个林奈玉 从毛后拿起他的预诊 砸上贾宝玉 这个东西不是谈恋爱是什么 这不是谈恋爱 那什么是谈恋爱 对吧 你不要跟我讲 那家的这个红楼梦里 一定是谈恋爱 你相信我 葬花爆破拳 大战金双武 金钗无双绝 这这这这这 那可能你是真的懂红楼梦的 预枕头会死人的吧 他他我记得是预枕头呀 那总不能是塑料的吧 那总不能是塑料的吧 那肯定是预的呀 你在博物馆看过古代枕头 那那不是预的 那是什么呢 那可能那可能我记错了 就预诊 是呀 我记得两个话就叫预诊 那不是预诊 预诊不是预的吗 我的妈呀 那好像林奈玉真的做了一件 好像林奈玉 那要听大伙这么说 那林奈玉可能真的生气了 好家伙 那那那还好叫我没砸中啊 砸中了可能那个 红楼梦要提前完结 八十多回 我的话也吓人了 行那我这边开始读书 读雷锋的最新章节 说完前提 雷锋现在去当兵了 从这个章节开始 就讲雷锋怎么去当兵的故事 雷锋也是挺快乐的 就是读到这几个章节 雷锋的故事终于开始快乐起来了 好 先见拍第四部了 好像是在筹拍 具体什么情况也不知道 先见第四部不好拍 先见的剧情里有硬伤 先见四的剧情有硬伤 看他怎么改编吧 行那我这边就开始读书 讲那个雷锋 经过千辛万苦 终于去当兵的故事 我把这个弹幕说是开一下 雷锋 先见都开播了 这我不知道 不对 不是这个 也不是这个 都不是 那我自己重新打一会儿吧 今天读的是第八章 叫荒原 雷锋 这个闪光的名字后边 我们真的熟悉他 知道他 中午十二点半 新兵登上了专用列车 列车驶离辽阳站以后 车厢内的气氛显得有些沉闷 个别新兵发出微弱的抽气声 这个时候的雷锋挨个座位的 去同大家聊起了家常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和社会主义好的歌声 是那样嘹亮和令人精神振奋 一下子把全车厢的紧张空气 活跃了起来 戴明章默默赞叹 真是一个好兵啊 连续几天来 他都未能得到很好的睡眠 雷锋发现了他困倦的狼狈像 不知什么时候 他和列车长取得了联系 告诉我 已经得到列车长允许 请首长到最后一节沃浦车厢去休息 我望着他的背影感慨良久 一起入伍的358名新兵中 雷锋并不是最优秀的 但这个懂礼貌知道感恩的人 一下子就让所有人记住 比喜欢上了他 他注定是要引人注目的 新兵正用列车当天下午3点30分 开定迎口战时 站台上的敲锣打鼓声响彻云霄 热烈欢迎新战友的口号 此起彼伏 列车刚一停稳 戴明章第一个跳上站台 向前来迎接的部队社长吴海山团长 韩万金政委行礼 吴团长笑容可惧的冲容说 同志们辛苦了 我说团长 我在接兵上犯了一个错误 没等我说完 团长诧异的打断我 什么事 我说我接了一个没有正神表的兵 叫雷锋 团长松了一口气说 不就是你昨天傍晚打电话 向我报告的那件事 不要紧 我知道了 有我负责 新兵陆续下车后 鱼贯的走出车站 静止到了部队大操场 那里将举行热烈欢迎新战友大会 团首长开始讲话 他们号召大家 在1960年到来之际 要争取做五好战士 领导都讲完话了 该轮到 该轮到新兵代表上场 新兵代表就是雷锋 有人会奇怪 雷锋是怎么成为新兵代表的 他怎么会不是新兵代表 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折腾 雷锋早已成为受人瞩目的人物 他早已成为了三百多名青年里 最醒目的人物 这个时候 他一定就是那个新兵代表 雷锋没有推辞 他没有丝毫的胆怯 在这样的场合 恰恰是他演讲的长相 于是人们便看见一个瘦小的小伙子 穿着不太合身的棉军衣 敬了一个刚刚学会的军礼 有人就在下面嘀咕 这么小 酷腿咋还晚着 雷锋发言的第一句话是 亲爱的首长战友们 声音很大 大家赶紧鼓掌 谁知道还没等雷锋开始念稿子 风把雷锋手里的稿子吹乱了 大家都在下面笑 有人说这是谁家的孩子 咋来当兵的 一月 这是东北最寒冷的季节 人们都动得缩头缩脑 这个小战士的出现 让大家都来了精神 辽和的北风呼呼的使劲吹 小战士把手中的讲稿 揣进了裤兜 众人幸灾乐祸 饶有兴趣的 等着看小战士的影像 没想到小战士 沉着的让人惊恶 只见他把讲稿穿进裤兜 台下就传了一声高喊 那是夹杂的湖南口音的普通话 饱满洪亮 那声音在分钟久久的回答 敬爱的首长和全体老大哥同志们 你们好 首长让我代表新战士讲话 我们这些新战士 能在六十年代刚刚开始的日子里 穿上军章 铐上枪 这是说不出的高兴 我们当中有工人 有社员 也有学生 来自四面八方 可我们只有一个心眼 学好奔令 保卫祖国 当个像样的兵 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听众鼓掌 刚才团说长讲话 希望我们争当一个模范战士 你我说 有党的领导 有老同志的帮助 什么五好六好七好八好 我们大家都有信心 保证当上 众人大笑 雷锋的话 说到这 他挺顿的便客 他以为大家会 鼓掌表示同意 没想到底下爆发出 实在不能抑制的大笑 笑声持续了好一会儿 雷锋正在台上 他不知道自己哪里说错 他快速思考一下 没有错 他没有胡说八道 于是他简洁结束 结束即兴发言 哎 你们笑什么呀 我说的是实话 人们笑完了 还是热烈的转身 刚刚穿上军装的雷锋 此时还没有弄清楚 五好战士 是当时部队倡导的 一项专项活动 尽管闹了个哄堂大笑 但事后人们都说 雷锋那一天的讲话很精彩 团长夸赞道 我就是把银长拽出来 我就是把银长拽一个出来 不给他搞得他都想不了这么好 比雷锋还小一岁的张兴吉 站在人群里 张兴吉 四川人 他给雷锋当过半年班长 雷锋牺牲后 他又回到雷锋班 是雷锋班第一任班长 他眯着眼睛看着 觉得这个兵很好玩 有脸像个娃娃 没想到接下来 这个娃娃就分到运输连 成了自己般的战友 1960年1月8日 雷锋那天晚上 是趴在自己床上 写下了他在军营的第一篇日记 他写的时候 手微微发抖 这天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 这天是我最大的荣幸和光荣的日子 我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 我渴望已久的参加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理想 实现了 怎么叫我不高兴呢 我恨不得把我的心掏出来献给党才好 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 我的心就像大海的浪涛一样 好久不能平静 我一个在旧社会受苦受罪的穷苦孤儿 居然成为一个国防军战士 得到党和首长的信任 受到战友们的热爱 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一段就是雷锋去当兵的第一天 发生的事情 我先休息一下 上个厕所 然后回来给大家接着读 我现在这边给大家继续读 那个雷锋正式开始当兵之后的事情 为了弥补雷锋参军政审 手续布权和清理补办几名新兵团员 接转组织关系 在新兵入伍后的第五天 1960年1月13日 戴明章到了辽养 在市兵役局寄助理员的帮助下 各项手续总算补办齐全 就是在这时兵役局 他们才对我说 戴参谋 你真敢干 不是你大胆确定 雷锋这个兵就当不成了 他能当兵真得感谢你啊 你知道不 原来工厂领况不出具正审表 并不是因为雷锋没有答案 而是因为李书记舍不得放他走 通过说他没有答案这一办法 认为你们也许不会接 以便达到他们的目的 留下雷锋继续在工厂 我这才恍然大悟 接下来的1960年 雷锋以锋一样的速度 创造了传奇 他在早晨的军号声中醒来 他的情绪是高昂的 他的状态颇佳 未来的目标清晰 因此他对未来奔赴的念头 也是坚定的 刚到军营没几天 可能是太兴奋了 雷锋把外衣脱了 半夜他开始咳嗽 发高烧 特别高兴 不知怎么说才好 一夜没睡感冒了 首长半夜来查铺 看我咳了几声 马上叫医生来给我看病 并把自己的被子给我盖上 使我非常感动 在这样的男人一统世界里 在这样硬邦邦的军营里 温情以及柔情并不多 大部分人都是以干脆姐姐的命令口吻 表达着自己 这一点 在东北人看来习以为常 而对于南方人雷锋 就显得难以承受 大大天的情景让雷锋深深的感动 第一天晚上 张兴吉主持召开班舞会 让战友们互相认识一下 同时排站岗的时间表 雷锋当晚站最后一班岗 还给老兵打洗脸水 这个湖南兵 引起了张兴吉更多的注意 雷锋最大的特点是勤快 我给他总结了三勤 嘴勤 走路时嘴巴也在动 被毛主席语录 竟然都问好 守勤 早上起来打扫卫生 几乎都是他打扫 平时积极帮厨房洗菜 学习特别勤快 业余时间都拿着书 毛主席诸作那时候很少 一个班才一本 雷锋就给大家一个人抄一本 七个人 这种学习毅力不得了 他白天黑夜都在学习 凡是有灯的地方都在学 刚到部队 雷锋还没有养成革命军人 那种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星期日 他到街上去照相 既没有请假也没有告诉别人 回来后指导员找我谈话 他亲切的拉着我的手说 军队有严格的纪律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要事先请示报告 如果军队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 就会成为一盘散杀 就不能战胜敌人 他又告诉我革命军人 应该自觉的遵守纪律 然后他给我讲了一个邱少云 在烈火烧生的情况下 也不违反纪律的故事 我听到难过极了 一头扑到指导员怀里哭了起来 指导员给我擦干眼泪 安慰我说只要认识到错了 今后改正就行 我牢牢的记住指导员的教导 从这以后 我再也没有违反过任何纪律 雷芬当兵走的那几天 于心元和老伴心里空荡荡的 这个家已经习惯 每日穿梭着 勤快又可爱的雷芬的身影 每天吃饭时 田如文还是习惯的 多拿出一副筷子 忽然想起那孩子已经在部队了 就又放了回去 坐在那眼圈哄了 于心元很不高兴 你瞧瞧你这是干什么 孩子去当兵 你怎么还这样 老伴点头 我是高兴 这孩子命苦 没爹没妈没人疼 现在好了 部队会照顾他的 于心元就笑 我看准这孩子 错不了 你就等着好消息吧 雷芬的堂妹雷振元 这样回忆 1960年1月 雷芬当兵后 给我爸爸写信 说要到1962年底 才能回家探亲 回来时 还要给我爸爸 带件东北的皮大衣 好让他治分尸病 还说如果复元 就回来种田 在农村好好干 也能大有作为 而雷振球 更得意 雷家还有个兵哥哥 尽管雷振球那会儿 在家务农 与远在东北当兵的堂哥 渐行渐远 那时候我见人就说 我堂哥雷振兴 正在外面当兵 很威奋的 事实上 雷芬冲上的军装的喜悦 很快被接下来的 一系列训练内容冲淡了 在1960年的11月 他感受到了 扑面而来的生活严峻的分 那分比1月39天的北分更次 1960年1月12日 雷锋在这天的日记中 写下了他对困难的恐惧 今天我看了一篇文章 那上面讲了许多 同困难做斗争的道理 文章说斗争最艰苦的时候 也就是胜利即将到来的时候 可也是最容易动摇的时候 因此对每个人来说 这是个考验的关口 是贯荣的战士 还是可使的投兵 那就要看你在困难面前 有没有坚定不移的信念了 文章还说 困难里包含着胜利 失败里孕育着成功 革命战士自所以伟大 就是他们能够 透过困难看到胜利 透过失败看到成功 他反复的强调困难 我知道这暗示了什么 出读这些话语 我为其进入直白的语调 感到骇然 这简短急促 和斗转跳跃的话 是我惊颤 雷锋这样的强调 是有缘由的 新兵集训期间 陈广深认识了雷锋 他大雷锋九岁 生日为三月五日 这辈子他一直坚持 做一件事 写了十三本 关于雷锋的书 六十多篇 回忆雷锋的文章 那该解释为巧合 还是注定了 他和雷锋的缘分 那天雷锋到俱乐部 跟程老师借书看 他来借书 我发现他眼泪汪汪的 像是受了什么委屈 问他 他不肯说 事后门卫告诉我 雷锋在俱乐部门前 挨了负责行政管理的 副团长批评 原因是雷锋额前露出刘海 仰带棉帽 活脱脱像个女兵 副团长说 男不男女不女的 回连把刘海给剪掉 副团长的话 重了 伤害了雷锋的自尊心 春节到了 新兵联文体活动 搞得极热闹 这天我下联 听到一间宿舍 传出悦耳的口琴声 我退门进去 原来是雷锋吹的 他坐在床头 吹得有词有味 几个新兵在旁 也听得有词有味 雷锋见我来了 去抓棉帽袋 我夺下他的帽子 笑道 我是被你的口琴声 吸引来的 不是来检查 俊荣分计的 于是他也笑了 这时我注意到 雷锋额前短发 依然是刘海式的 只是比以前剪短的鞋 我俯弄一下 他的额前短发 笑道 还敢留着 不怕副团长再看见 他嘻嘻一笑 没事 再上街 我把帽子戴低点 看得出来 这个新兵性格很倔强 并不是个小绵羊 1月19日 新兵训练结束 这天 几个新兵连 集中在团部操场上 军务参谋 正式宣布 新战士 分配到连队的名单 野战工兵部队 既有拿铁锹十字稿的 工兵战士 也有技术兵种 人们都希望在这里 学练技术 几年后退伍 能找个好工作 三四百人 站在那里 鸦雀无声 于人昌 雷锋所在连 原副连长连长 那天 他按照发明册 点新兵的名 我一看 有几个新兵 个子较矮 特别有一个更矮 我就提一件说 那个小个子兵 他能学会开汽车吗 团军务参谋 战明刚就说 这个兵分到你们连 你就偷着乐 别看他个子小 思想可是高啊 以后你们保证满意 就这样我点了名 当喊到雷锋的名字 他的个子不高 但他回答的声调很高 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庞春学 家住辽阳 1960年和雷锋 一起从辽阳入 第二年年底 他们分到一个班 雷锋给他 当过一言多班长 庞春学 听到自己 被分配到了汽车脸 站在旁边的雷锋 和他在一个班 这个时候 提在嗓子眼的那颗心 就落地了 我高兴的 差点跳起来 很多人都向我 竖起大拇指 投来羡慕的眼光 你们汽车兵 是坐着走路 躺着干活 太棒了 就在这时 我身边的雷锋讲话了 他问新兵指导员 当汽车兵 能上前线吗 上前线 指导员笑了 你在电影里 看过志愿军 在朝鲜战场 打仗的情形吗 打起仗来 汽车兵不上前线 谁把炮弹 送到前线呀 雷锋点点头 乐了 指导员又问雷锋 当汽车兵 还有意见吗 雷锋说 没有意见 只要能上前线 当什么兵都行 这就是雷锋 在所有人都想着 自己几年后的退路的时候 这个单纯的人 在想前线 在想事实上 离他很远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他要 拨打这个社会 拨打党 拨打毛主席的地方 汽车兵是什么样的兵 他有着怎样的技术含量 怎样的未来 他想都危险 众多头脑精明到极致的人 在往上一次次的质疑 雷锋走后门 选择了一个时尚的职业 他们把自己龌龊的计算 也应用在这个 纯净的孩子身上 想当然的 认为雷锋 就是用他们今天的 暗箱操作方式 设计的超前人生 对此我要愤怒的大骂 如果雷锋活着 我想他不会上法庭起诉他们 对待这些 他永远都是淡然一笑 他经历的误解 太多了 他希望时间 为他澄清一切 现在时间的水 洗刷生活的暗 五十多年了 这些质疑的声音 还没被冲走 他们还在那里 喋喋不休 透目思见 没完没了的鼓噪着 甚至有许多的人 相信了这些道听图书 也跟着信口开合 胡说八道的鼓噪 1960年3月 新兵刚下老连队不久 庞春协和雷锋一起 参加了战士业营演出队 我们排列中有个节目 叫群口词 几个人组成的群体快板 雷锋是这个节目中的一个演员 雷锋说话 胡来味很重 要演这个节目 难度确实太大了 有一句台词是 海水汹游浪花翻 雷锋总是念 海水汹游浪翻翻 这句台词 真是折磨死雷锋了 他费了好长时间也没有灭标准 为了发音 他每天祈祷 他晚上大家都睡了 还在那里苦练 我就劝他 雷锋呀 你不能操之过急呀 看你一脸的汗 这样下去身体受不了 但他有一股降劲 谁的话他都听不定居 这个节目刚刚通过 雷锋又要参加另一个节目 是大型莲花烙 大战183 木起后 世素红色聚光灯 从不同角度同时射向舞台 二十多个演员 用工兵不同施工动作 合成雕塑群像 一阵雄浑的打击乐过后 快板同时响起 湖南人雷锋上前一步 他的台词是 七月施工是雨季 三天两头下大雨 大雨一下心着急 又时又黄满地泥 结果雷锋一张嘴 倒是背的很熟练 但意思完全背了 七月施工是米季 三天两工下大米 大米一下心着急 又时又花满地泥 队长就是后来 写雷锋的成狂声 笑的不行了 他就说 小雷 你老下啥子大米嘛 乱弹琴 你要好好学习普通话嘞 合起来合起去 演出队就把雷锋撤了下来 让他去拉大幕 雷锋很上火 但还是坚决服从 开始他不会拉 出了好几次笑话 按照设计 七月合作的影子 一开始 帷幕便应该徐徐拉开 然而直到影子结束 雷锋也没把幕布拉开 下一个节目是 木琴独揍 舞台上放着木琴的桌子 还没摆好 帷幕突然又让雷锋拉开了 面对台下的观众 工作人员 不得已就钻进了 放木琴的桌子底下 这一幕 逗得观众哈哈大笑 演出结束 雷锋以为一定会被陈广胜严厉批评 结果队长没有发火 而是耐心的告诉他 拉幕的事小 却关系到整个演出的效果 容不得麻烦 雷锋后来 做一行 爱一行 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每次演出 雷锋会一遍遍问导演 木起木落的最佳时间 这个节目在文艺会演中 获得演出奖 得了个大奖状 大家都非常高兴 雷锋更是激动的热泪盈眶 那今天就先读书 读到这里 讲的是雷锋刚当兵 去参加新兵训练 后来参加文艺会演的故事 第八章后面还有一段 咱们下周接着读 第八章雷锋刚当兵的故事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 那行 今天的读书先到这为止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读书就结束了 我喝水 一会儿咱们再先聊一会儿 十点半再给他打个电话 那咱直播正式开始 我那个烧口水 喝口水 不是不是还没喝呢 因为刚才发现没有烧水 雷锋的故事 去年讲的都比较悲惨 很痛苦 从现在开始当兵之后 就很多东西都好起来 很多东西都好起来 雷锋他其实是存在了 那个时代很多人的一个 怎么说就是 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以他们的追求了很多事情的一个表达 你们发现那个时代的人 比起现在这个时代 更乐于或者说擅长去表达自己的感受 表达自己的这个情感和表达自己的想法 啊 现在可能说大家的感情表达上就不像那个时代更加的 一方面是直接 另一方面是具有效果 这点我觉得就很有意思 因为我这个人吧 我这个人吧 平时就是个现通 因为在网上说话呢 很多时候都是我在线下怎么说 我打成文字 我再发给别人 结果就导致很多人 尤其是我的同龄人 和比我稍微大一点 就觉得我这个人说话吧 要么有时候我啰嗦的 有时候我无理的 有时候我太客气的 啊 然后他们呢 就喜欢打一句什么 很简单的话 比如说 我晚上 就是人家说话的方式 风格肯定是跟我不一样 马上我就不爱跟人发语音 我觉得发语音有点包着人家 就有点打扰人家 就可能啊 就是表达自己的感情这方面吧 还需要 就是说 那个年代是人家 人是更愿意表达自己的感情呢 比如说这个 就是怎么说就是 呃 比较直接 只说就比较直接 呃 也可能是说那个时候 呃 大家没有那个心思 去搞那么多玩啊 啊 于心里老师呢 也是很严厉的批评了 就是后来在网上 很多人对于雷锋的这种 呃 胡乱的这种推测跟猜测 啊 很严厉的批评说 这个单纯的还 呃 这么一个单纯的人 或者说一个纯洁的人 想不到那些事情 在网上那种各种各样的说法 进行算计 其实看了很让人恼怒的 对吧 其实人人之间的关系 也不应该是那个样子 然后有很多事情 应该比较直接简单的 对吧 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 我和反应 我这个人也和反应 一种情况是什么 还一帮人出去吃饭 你问吃什么 随便 问吃这个行吗 不行 问吃那个行吗 不行 啊 很烦啊 那我说 你这个也不吃 那个也不吃 你想吃什么呀 随便 什么都可以 啊 太劳怒了 这个感觉 啊 就着就就着 就不是冲着雷锋去的 有更恶劣倾向 确实 确实这种人也很多 也很多 对吧 就总之的 我觉得 就是就是 你从雷锋的步骤里面 你感受不到一种压抑感 和这种用西方人说的凝视感 都没有 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呢 或者说有很多网上的这个人呢 你就让人觉得 就说什么动不动 谈凝视 谈那个压抑 啊 谈限制 谈规训啊 都不太一样 就不太一样 当然了我也能理解 我也能理解 之前那个方文二老师 还没有被他的老师 抓过去 参加搞这个什么 学术研究的时候 讲过那个朱熹的遗产问题 啊 朱熹的遗产问题 就是 他搞了一套什么所谓的 从与里面人育的外带体系 导致大家都 都必须在这个体系内说话 不能够表达自己的感情 然后自己想要怎么怎么样 都只能在 只能在妈祖的壁股下去说 啊 可能有这种感觉 你包括那个 现在你说这个文艺会演 哎呀 我演的不好 我出了阳相 完了呢 这个大家 也只是笑话 也不怎么怎么着 怎么说呢 读到这一段的时候 马上搞得我 鸡皮疙瘩都快起来了 让我想起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 也不太愉快的回忆了 对吧 还有什么霸凌啊 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呢 可能在雷锋生活的 那个场景里面 这些所谓的事情 就没有那些什么霸凌啊 痛苦啊 什么什么什么面子啊 抑郁啊 这些东西 只是说一个简单的 我这个活干不好 我就看别的活着 对吧 当然 军旅肯定是跟学校不一样的 尤其是我们国家 能去当兵的 不能不敢说 这个都是好人 但至少 筛过一遍 都不是什么 就是 都不是什么 穷凶极恶的吧 这么说 但还是有一个转入门槛 对 当然了 这里头就谈到那个 那你要说这个IDF和这个韩国那边的义务兵意志 是不是搞出这么多问题 那肯定的呀 对吧 他们搞那个东西 那搞出问题来是必然的 因为 因为这个 就是怎么说 这是一个 转入门槛 对吧 转入门槛问题 我比较怀念这种很纯洁 很友善 很美好的分歧 对 但如果说梁家子 那从这个 字面意义上来说 确实可以这么说 你像雷锋都差点因为那个 那个雷锋都差点因为那个 政审的那个报告 是交晚了 还不是不交 过不去 当不了兵 他得特批 所以说 你说就是 唉 有很多问题嘛 也只能 也只能说扼腕叹息嘛 因为韩国的很多作品 还有最近就去年研究那个 巴尼的事 IDF的很多事 我也看过 有的时候只能感叹一下 用这个 西方人来说的 或许那的话来说 有一种理性的崩溃嘛 对吧 可能他们自己看来觉得 比大陆啊 比这个 比这个 咱们多多多文明 哎呀 多多多多理性 多厚谱 但实际上很多东西 其实 明明可以不这样的嘛 对吧 没有办法呀 当年的军队承担了很多 社会责任 是的 他不仅仅是这个军事单位 他还是生产单位 啊 还是生产单位 而且是 相对来说是 公益性的那种生产啊 获得的收益是相对来说比较少 对吧 当然你说军队办企业 那那那那越南嘛 那不成越南了吗 对吧 很多问题吧 还是说 呃 这 就是 就是 以后 等到以后吧 这个事情可能就是 等到现在这个国际局势 长安落定之后 等大家从那种 旧秩序的崩坏 加新秩序的建立之后 再沉淀 沉淀了之后 大家很多 现在我们看来是敌对的 啊 不可这个 不可协调的 剩下的那些 就是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就是友好的那批人 在沉淀下来 在看 互相之间 还是有共性 还是可以当朋友 还是有很多东西 都可以去协调的 啊 这话说的有点怪 主要是说这个 其实主要是说 富国的临时富贵主义实体 和那个南朝鲜的事 嘛 没办法呀 很多事情 我们现在 从我们现在 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 那当地的很多思想 很多老百姓 他就是被裹挟的嘛 他明明可以不这样的嘛 对吧 国外的军联 那这是堡垒机器 真不和老百姓一块 大部分国家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呢 很多国家也意识到的 这个问题 正在慢慢的 有的是改革 有的是在搞革命 还有的是在那个 还有的是像 直接就是说 像中国学习嘛 主要军力的来源不一样 这主要是 主要是叫部队的来源不一样 部队的来源不一样 来源不同 政治和政治上的这个责任不同 导致了他们的组织啊 结构啊 饲养方式啊 功能啊 都不一样 对吧 别的不说 你啥时候美利坚 军队开始推雷封那样的标兵了 那那个时候我们就该害怕了 该紧张了 该思考思考 是不是我们那里做的不对了 对吧 好莱坞的很多反应战争的电影我也看过 但是这所有的好莱坞的战争电影 都有一个核心问题在于 战场不是美国本土 所以他们的题材永远有缺失的一块就是 军队如何参与建设 军队如何同人民在一起 军队如何这个啊 军队如何在这个战后为当地进行建设和改革的吗 就是他们拍 尤其是拍现代军事都有这个问题 都有这个问题吗 嗯 当然最好好莱坞不要拍这个 好莱坞有时候也是拍了这些东西 怎么说又连地狱笑话来说 啊格里斯瓦那早了 那南美战争啊 是吧 那确实有 你要说南美战争或者 或者独立战争有没有 那确实有 那确实有 但是那不是现在军队啊 好莱坞 那严格来说也不能说没有 那X战警算一个是吧 X战警那确实算 对吧 那那那漫威的电影也算 那个 那个在纽约打了一仗 然后那个 那个复作者联盟重建纽约 那你要扩展一下说 超级英雄电影有没有 那那那那那 那那个复联 那那个不是就漫威戏的肯定是很多的 那漫威戏的确实很多 啊漫威戏的很多 那那确实那挺好的 那这个生态位就漫威他们补充了 反正他们还打内干 这DC都没有 对吧 那个DC那个蝙蝠侠 哎呀 这个城市太罪恶了 这也自身罪恶 那也自身罪恶 我在夜里 华身英雄拯救他们吧 啊 其实我觉得 韦恩宣布这个 韦恩 韦恩关停韦恩企业 做出的贡献 可能比他当一辈子蝙蝠侠都大 但是他真的愿意关停韦恩企业吗 恐怕很难说 呦 啊 光铁侠修个纽约还能弄出那些事 不错了 不错了 好歹真的在 真的在处理那些 那个什么 把那些垃圾都卖了 真的在想办法处理那些问题 他就扔那了 那这钢铁侠就太不做人了 钢铁侠很不错了 他真的在联系这个 有关商家和有资质的人 去处理那个 叫什么 纽约的那个 生化污染问题 他已经是个圣人了 我觉得 蝙蝠侠破产了 他汽车都开不起 他可以 他可以 他可以让闪电侠养他呀 他可以让闪电侠 送外卖养他呀 不行吗 蝙蝠侠 蝙蝠侠破产了 有的是辙呀 他跟闪电侠关系这么好 闪电侠不会嫌弃他的 我觉得 哎 没办法 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漫威宇宙能重启 我都快等急死了 他自从复联寺之后 蝙蝠侠英雄 英雄 什么英雄远征之后 都不好看了 我感觉就没有一部 我觉得好看的 那黑豹二都给我看睡着了 哎 还好 黑豹二最后没有让那个 二代黑豹 跟那个什么纳摩在一起 要是他俩在亲个小嘴 有段感情戏 那我就把电视机砸了 太可怕 富联4还是要看的呀 富联4好呀 富联4确实好 我觉得富联4拍的比富联3好多了 而且 而且漫威很有魄力 他那两年专心拍富联4 只拍了一部 惊奇 只拍了一部惊奇 惊奇队长 然后那一整年 就就就就就就就 也不乱搞 就所有的核心都是拍富联4 富联4拍的确实好 富联3的话 你要是现在回过头再看 那富联3 你只能说学度比较多 但是你要说真多好看 那你不好说 黑豹二浪费我39块钱 是的 我也是这样想的 不过我是在嗶哩嗶哩 看的大会员 专享的免费版 我还有嗶哩嗶哩 电视大会员呢 黑豹 怎么能 他怎么能拍成这个样子 回头看 以前老皮克斯的动画 都挺有料的 皮克斯的动画 皮克斯有哪些 玩去组动员 那个吗 皮克斯的我记不太清楚 主要是黑豹一 男主挨症 无论 他不是黑豹一的事 他黑豹二不行 为什么不行 是因为 他那个剧情立不入 他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反派 让人去打呀 两边就是 哎 理解 哎呀 互相理解了 不打了 我不理解 我 我 我不 我做不到和他们互相理解 我不理解 这一年不能电影 很好看 就是 哪怕是那个 后来上映的那个剪辑改版 也挺好看的 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 我到现在没想明白 为什么 正义联盟的电影版 要把那个 要把那个闪电侠 呃 逆转未来的那个剧情给删了 不理解 反正我觉得正义联盟两个版本都挺好看 啊 主要是 其实吧 那个 正义联盟的蝙蝠侠 为什么塑造的少 是因为 他主要还是面向欧美地区的观众 然后那个地方的人 对于蝙蝠侠的不需要铺垫 你只要告诉别人这是蝙蝠侠 大家 就知道他是什么人了 啊 然后国内的话 由于大家对蝙蝠侠也不是很熟悉 所以说可能你说他是蝙蝠侠 但是人设立不住 这很正常 明白 这是一个文化问题 啊 然后还有那个就是 电影版的蝙蝠侠 就是那个 正义联盟的蝙蝠侠 人版蝙蝠侠 他比较接近于那个 当时的游戏叫 蝙蝠侠黑暗骑士三部曲的形象 所以其实也 就是他们可能认为不需要太去塑造 观众就能看米漫 啊 主要他毕竟不是一个中国电影 他不是面向中国观众 你中国人多少玩过蝙蝠侠黑暗骑士三部曲的呢 是吧 而他们呢可能就觉得 哎呀 大家至少都知道这个游戏 多少了解一点 这个骑士 那个骑士 啊 这个 这个 这个角色 那个角色的 我就不需要多塑造 把这个游戏里的角色搬到荧幕上就可以了 啊 所以我觉得正义联盟和冰烧大战 没有去刻意的塑造 标准侠有这方面的原因 标准侠 对 阿汉姆 骑士 我说错了 阿甘 阿甘是谁 阿甘是那个 阿甘是那个 金人命 不是金人命 阿甘是那个智障 我说错了 比方向阿哈姆骑士 对 而边超大战的话 反正边超大战 也挺不错 但是 还那个老问题 我为什么要看 边无侠大战超人 没有一个充足的理由 对吧 就反正 DC应该是 那个宇宙要重启了 他原来那个宇宙也不成体系啊 这样改那样改 这样动那样动 搞得彩蛋 时间线都不能搞 最后呢 天天我在家看那个 自杀小队三部曲 自杀小队一 满琴小队和自杀小队二 有一书一 自杀小队三部曲 还是挺好看的 至少你能在这个 那个电影里 真的能看到美女 非常的开心 边边下电影 速度最成功的是小丑 啊 有吗 你说的是哪个版本的小丑 是 是那个 自杀小队的小丑吗 啊 希斯莱杰那个 那个小丑 其实跟动画形象 差别挺大的 而且那 希斯莱杰的版本的小丑 应该是最不疯狂的 一版小丑 但是呢 确实好 但是希斯莱杰的 那版小丑确实好 好到我觉得 没有必要去谈 他符不符合漫画形象 他单拎出来 作为一个特点 就已经足够了 然后蝙蝠侠电影系列 塑造的最好的罗宾 应该是老蝙蝠侠 不是老蝙蝠侠 就那个 就是诺兰蝙蝠侠的 罗宾 就是第三部 那个警官 那个应该是塑造的 最好的罗宾 反而是一个 不说自己是罗宾的人 的罗宾 塑造的不错 其他几个版本的罗宾 编超大战有罗宾吗 没有吧 完了那个 正义来门 好像也没有 所以说就 就记 就记吧 那就记了 那就记了 哎 我说句实话 希斯莱杰这个版本的小丑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在剧情里面 他没有加入黑帮的动机 这是他的人物 塑造唯一的问题 但是观众也可以通过 他这么坏 他就应该加入黑帮 成一个患人 来说服自己 这是整个 我觉得整个黑暗骑士里面的 小丑塑造的唯一的问题 他没有 他的行为动机是缺失的 因为我觉得 如果说那部电影 不是一零年的话 放到现在 那小丑为什么不去看主播呢 不去当主播呢 不去当那种抽象主播呢 是吧 所以说我认为 这个小丑的干坏事的 动机的塑造是有问题的 但是其他的 我觉得是 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角色 无论是剧本还是这个业人的表演 怎么说呢 很多人刚开始写剧本和塑造剧情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一个人他的行为是有动机的 他不是目的 是动机 跟目的有区别 你不能说一个人 因为他是法医 所以他懂这个身体工作 这话肯定是不对的 这是一个NPC的写法 你要把它从NPC写成活人 一定要写 他为什么要当法医 又为什么精通人体构造 这和因为他是法医 所以懂人体塑造 是两个问题 大家以后自己慢慢写 就会理解我这句话 翻部曲里的小丑 感觉像在玩哲学辩论 这是很像 但是他犯了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 可能之前我跟群友们 跟各位粉丝们也说了很多次了 让你学伦理学 是让你去不要做那些事情的 不是让你学了 如何去做那些事情 这个小丑的哲学思想 就犯了这样一个最前选的错误 让你去学电车难题 不是让你去把人绑在铁轨上 开电车试试看 电车难题怎样的 是告诉你 不要去把人在 把人绑在铁轨上 开电车来压别人 所以小丑最后的那个设备实验 失败了 没办法 但是我觉得这个剧情 是显得极好的 把这个学伦理学 最重要的那个东西 讲述得淋漓尽实 专挑最侧人心的实验 是的呀 但是他其实不应该这么做 但是呢 如果我们真的在出主意 想办法让小伙子实验成功 是不是也说明 我们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也说明 我们的伦理道德 有什么问题 对吧 只能去聊这个事实 哎 其实这样的揪心的 还是双命人和那个 蝙蝠侠千居友的那条故事先 那个我看的确实挺难受的 就是那个黑暗骑士 有的时候觉得蝙蝠侠 是不是不应该对双命人 做那些事 但是没有办法 那个剧本在编剧手里 那双命人最后牺牲就得牺牲 他的千居友死 这个时候死就得死 蝙蝠侠这个受了伤 不得不退营就得退营 没办法 社会主义国家可能治愈小丑 治愈小丑不难 这跟社什么主义的国家没关系 我觉得放在商朝 小丑也可能被治愈 就哪怕是奴役制社会 社会的治愈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挺痛苦的 就是双命人的那个事挺痛苦的 大家老说的是那个 三部曲的双命人 那后来再有什么 有没有新的双命人 我就不知道了 给那个什么 自杀小略里面再搞个双命人 那我不太了解了 有个问题 分子是否有逻辑 这分子当然有逻辑了 它只是脑子不正常 又不是没有脑子 文艺作品中是否应该有逻辑 那也得有逻辑啊 没有逻辑你怎么写呢 是吧 文艺作品也得有逻辑 但不能特有逻辑 你文艺作品里只有逻辑 就变成了两个花蝴蝶 分成天上飞 一个飞过去 一个飞回来了 到底有几个花蝴蝶呢 两个 哪两个呢 飞过去的一个 飞回来的一个 那个飞走了呢 现在那个太孤单了 那不像胡适的诗歌了吗 也不能太有逻辑啊 你只能说得有点逻辑 你不能说 你就把这每一个东西拿了 都全是逻辑 那也写不出来 那就只能两个花蝴蝶 分成天上飞 一个飞过去 一个飞回来了 不是 有没有逻辑跟逻辑自不自洽 是两个问题 就是逻辑自不自洽 跟有没有逻辑 是两个问题 轰轰漫画有什么逻辑 轰轰漫画当然有逻辑了 轰轰漫画 那我简单讲几个逻辑 第一个 开后宫让人很快乐 第二个 在后宫里我很开心 第三个 我从异性交往 比起我与同性交往来 更加的自如 第四个 我想让大家都幸福 那后宫漫画有四个逻辑吗 这不都讲完了吗 后宫漫画四个逻辑 不讲完了吗 我觉得正后宫 逆后宫都一样 后宫漫画 当然都有逻辑了 是吧 自洽的逻辑 和不自洽的逻辑 都不重要 就是说 你想人物动机要不要讲逻辑 要讲 但人物动机的逻辑要自洽吗 不一定 不一定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人物什么动机 你比如说 我喜欢吃香肠 所以我选择去法国留学 这是他的人物动机 有没有逻辑 有逻辑 逻辑是什么 法国人爱吃香肠 不德国 我说错了 就是去德国留学 德国人爱吃香肠 我也爱吃香肠 所以我留学我想去德国 哪里不自洽 只有德国有香肠吗 你爱吃香肠 你为什么不去广东呢 对不对 是吧 我去法国留学 我去德国留学 我的动机 我爱吃香肠 所以我要去德国留学 有没有逻辑 有逻辑 德国人爱吃香肠 我爱吃香肠 所以我 我去德国留学 自洽不自洽 不自洽 你爱吃香肠 你为什么不去广东上学 而是选择去德国留学 对吧 他逻辑不自洽 但是他有逻辑 而且形成了人物动机 去哈尔滨也行 那确实去哈尔滨也行 对对对 是的是的 去四川也可以 没错 你看 但是他去德国留学的动机 就是他喜欢吃香肠 人物能不能立得住 也能立得住 一个爱吃香肠的人 都有意思 对不对 白天自己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对吧 这有没有逻辑 跟逻辑自不自洽 是两个问题 不一样 那那一版小丑 进黑热会 当大坏蛋的动机 就是他是个分子 而其他版本的小丑 进这个黑热会 当大坏蛋的动机 是他 当年到小混混的时候 被边虎侠欺负了 边虎侠看不起他 把他扔到了那个 叫什么 那个化工 化工池里 他为了向那个 边虎侠证明 他很厉害 所以才选择去当小丑 进黑热会 你会发现 这两个版本的小丑的动机 是不一样的 对吧 一个是一个的疯狂里面 包含着对边虎侠的恨 和对社会主流的 肯定的 叫什么追求 而另一个里面 包含的是疯狂 那个绝对的恶 和对人性的不信任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就是这几个版本的小丑 他在动机上 和他们又通过动机 整成出来的人物性格特点 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不能把漫画的那个 什么哎呀 被边虎侠干了 扔到了那个 荒空吃力的那个小丑的 想法意识和思想 来去带入到 那个希斯莱街版本的销售 就是这个原因 这完全就不是同一个人 完全就不是同一个人 哎 怎么说呢 还能这个东西 搞文艺的话 如果要走上搞文艺这条路 就得劝自己 说服自己 让自己心里明白 你百分之八十的工作 可能都是导致挫折的 但是你只要成功了百分之二十 你就是行业内的顶尖人物 所以说搞文艺 或者说要走上文艺这条道路 首先要告诫自己 接受失败 接受挫折 接受自己的无能和不成功 都接受了 那就能成功 当然了 还有一点就是 你不要让那百分之八十的失败 让外人看见了 你这给别人看的都是成功的作品 你失败的作品放到屋子里 自己修回去完事了 那不用担心了 那这个东西就不用担心了 对吧 我看日剧是有指标的吗 感觉每年都有 这个有 但是 有 这个真有 有指标 但是呢 每年都是抽合完成 所以有没有也无所谓了 有没有也无所谓了 就每年都是抽合完成的 所以有指标呢 有 但是 这个指标有什么意义吗 意义不大 就是大家真的会拍抗日剧 一方面是赚钱 另一方面 他们觉得拍抗日剧 打小日本鼠 这点也很重要 你挑好看的看 你看的不行 那是因为 那是你看的 如果你总是看到不好的文艺作品 你应该反思一下 是不是你自己的品位有问题 为啥不看夜双音的 夜双音都好 有个问题 你是要发SC吗 那非常的感谢 现在的还叫抗日剧吗 那不知道啊 那叫什么呢 我不知道叫什么 但是应该是抗日的 那就抗日嘛 那不叫抗日剧叫什么 叫抗战剧嘛 啊 这抗日神剧的出现是好还是坏 好 代表着那个我们国家文艺文艺工业 就是就文化工业水平的提高啊 坏不怎么坏 因为能乐意看抗日神剧的人 他也不会坏到哪里去啊 就是抗日神剧的出现 这一现象背后还是说 好数大于坏数 那个什么 但是你要说利大于弊 那肯定不对 但是他是好是坏 可以说还是还是比较好的 就说明我们国家有工业化生产这种 叫什么叫 有工业化生产这种 叫什么剧 类型剧的能力 所以总体上来说是一个好事 非常好奇 日本人有没有看过抗日剧的 日本人还拍过抗日神剧 日本人还真拍过抗日神剧 太绝望了 好像在 当年在B站还很火 很多up数都解读了 有政治解读了 有反制解读了 但是我就不看了 但是我就不看了 太地狱了 他那个剧情好像是什么 哎呀 那个什么 女主角的孩子 后来被八路收养 还加入了那个什么 志愿军去朝鲜 然后在战地医院 与自己流离失所的生母相认了 两个都是日本遗孤 两个都是日本人 这个剧情 我看他们解说的 我听傻了 我感觉那个剧 搞得好像日本人 都有点用力过猛了 好像很多人解读什么 哎呀 日本人只是假意改姓 日后悔改 日本人也拍过抗日神剧的 盖世剧版 三大战役感觉好烂 是的 所以你为什么不看 能不能无理念呢 不是那个情节不离谱 离谱的是 他是日本人拍的 会不会出现三国演义 取代三国志的可能 不可能 三国演义取代三国志的 不可能在于 三国志 有光荣啊 三国志 有志三国无双和光荣和三国志 两个游戏系列 一直为他张本呢 所以说三国演义 不可能压倒三国志的 因为有光荣啊 有光荣在 有这么大一个文化产业在 那三国志 他的影响力 怎么可能会说 完完全全被三国志 三国演义取代呢 不可能啊 我知道那个日本人 就有原型 不是 他是 不是 这个也是 但是日本人拍的 我知道这个有原型 但是光荣的叫三国志啊 但是光荣的那个叫三国志 他不叫三国演义啊 是的呀 不是 你允许对演义进行改变 你也得允许对三国志进行改变 你不然不公平啊 是不是 你给三国演义 对不对 我哪知道 国家以后还有兴趣 拍出三大演义这样的电影吗 你问我 我哪知道 我只是一个区区协会员 我没有那个权力和能力去 评议这样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我们区 应该是做不到 国家以后等 你再等了多少年吧 你看等我 我万一厉害了 不你问问 好吧 不是 就是机制的熊猫军 这位老师 你得理解 就是说 我说的是没问题的 三国志那本史书 他现在的流传 就是靠什么三国志战略版啊 还有光荣的三国志系列游戏啊 还有真伤无双的史实剧情啊 这种文艺形式进行宣发的 如果说你要在文艺领域去谈三国志 你一定要接受对于三国志的改变 而不是对三文 而不是对三文演义的改变 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 它是文艺的规律 它不是因为三国志是史书 所以就必须原本本的按照三国志去搞文艺 不是 因为历史不是文艺 历史是历史 文艺是文理 历史不夸张 历史很现实 历史 那叫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 不叫夸张主义 也不叫神神鬼鬼的主义 是这么一回事 也没多少人看古代史 但是有不良人啊 你从文艺的角度来说 就算不良人做的不好 但是有不良人啊 有就是有 有就是有 跟好不好 搞不搞 没关系 至于它是属于那80%的烂 还是属于那20%的好 那是另一个问题 对 同仁的同仁被 可以这么看 确实是同仁 你只要不要搞得像那个什么 现在好像有一部剧 已经是涉嫌什么 涉嫌违反什么脱税漏税 还是洗钱被禁了的那个剧 拍司马懿的那个 我忘了叫什么 他那个就是 那还是对三公沙的改编呢 是吧 三公志 三公演义 三公沙都可以作为三个级了吧 对不对 很现实嘛 对吧 是叫军事联盟 对对对 军师联盟 不是军事联盟 当然那个我觉得 怎么说 有点用力过目 把司马懿都拍成好人了 很绝望 你知道吧 司马懿他拍成个老好人 我觉得把他拍坏 才是最能体现他的个人魅力的 你把他拍成好人 就没有什么魅力了 你知道吧 就是你要知道老三国那个 老三国那个是谁呀 那个斯马懿就是把 一个君子 或者说伪君子的 坏的那一面 表现得非常淋漓尽致 我们看一个坏人 就是要看他怎么坏的 你如果说把一个坏人 显成好人 那不洗白了吗 是吧 你要是把好人显成坏人 那就抹黑 你把坏人显成好人 那不就洗白了吗 魅宗拉演高球 哇 那个真的是 那两个高球演员都绝了 那那是演高球吗 那是那是穿越到宋朝去 那是都穿越到宋朝拍纪录片去了 那个高球 我的天哪 那个魅宗拉演那高球绝了 真的是 老师的这个央视版水浒 好就好在评分低 新版水浒 新版水浒 怎么说 主要是新版水浒 那个新闻庆 还能跟武松过两招 还打了十几分钟 就让我很诧异 我现在书里没队断 就老三国的司马懿 确实速逃的 可能不如这个水浒传里的高球 那确实 主要是他毕竟拍的是三国嘛 你司马懿登场才多久 对吧 演好人怎么好 和演坏人怎么坏 都是极难的 极难的 但是把演好人的坏 和演坏人的好不难 这个不难 就是说为什么说这个曹操 比刘备容易演 就是这个原因 你曹操你 他是个奸雄 你演他兄弟大略 演他这个优点的那个部分 然后在他坏的时候 稍微体现一下坏就够了 所以演曹操好演 你演刘备 你要么演成那个哭哭啼啼的 我浪费 要么演成这个 一脸心机的伪君子 所以刘备不好演 曹操好演 那吕布岂不是更好演 吕布的难点 难道不是他首先得有 极高的武功吗 他总得骑他什么 拍他骑赤头马 拍他跟这个三个人单挑 拍他这个怎么怎么乱声冲冲 杀来杀去 哎呀 这个问曹操谁是曹操的那个剧情 曹操一直点为 他是啊 这个太太地域了 那演吕布的难度 主要还是难于 那个骑马 武打这些东西 演曹操都不用 演曹操都不用 演刘备 演刘备也难 你想 刘备双剑 在马上跟人拼杀 你得有很高超的奇数啊 是吧 万一那个导演脑抽了 再来一句 三国师兄没有马凳 演员一律骑马 不许有马凳 那他妈的那演刘备 那更低于 啊 你能你能活着吧 骑马戏演完不错了 真的啊 我也记得 你们问我说 你们当年那个拍三国 为什么 那个说三国师兄 没有出土 输入马凳 为什么你们的 这个角色都有马凳 然后那个导演就说了 那个副导演嘛 还不是真的说了这么一句话 演员不要命了吗 阿斗不是更难 还要七进七出 这 那确实 最好演的是汉县帝 动都不用动 演汉县帝还是有台词的 丞相 您怎么看 丞相 您怎么看 丞相 丞相 您看这样行吗 请问丞相 有什么意见 汉县帝吗 总而是有这三句话 对 什么地方的人 要拍长津湖的电影了 南朝鲜 拍呗 如果是南朝鲜 要拍 那就拍呗 无所谓吧 我都没想到 哎呀哭哭啼啼 哎呀你弄我弄 哎呀 想念这个在老家的 女孩的身子 我都没想到 他们怎么拍 哎呀 到时候都是泪水 哗哗的就是哭 哎呀 这也哭 那也哭 拍呗 他们能拍出啥呗 拍就拍呗 啊 拍呗 知道三国时代有马凳 知道这个确实知道 他有 只是跟现在的马凳 长得不一样 哭哭啼啼嘛 当年五六十年代放电影 这个都总结一套 什么 什么这个 就总结那个东欧电影 什么 呃 那个 什么南斯拉夫 哭哭啼啼 罗马尼亚 那个 啊 这个什么 就拍女帝 什么阿巴尼亚 莫名其妙之类的 我忘了 忘了那个时候 我留是啥了 反正有这种说法 就不同地方的电影 有不同的特点 啊 不是我说 对就是 但不有说三国有单边马凳 这个是 实锤的有 双边的有没有 不好说 可能有 可能没有 啊 可能有 可能没有 但是 你现在拍电影 拍电视剧 你说没有 那就是让演员玩命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说的是这个 怎么拍 不是说三国有没有 啊 三国有没有 是三国的问题 现在怎么拍 是剧组的问题啊 你不能让演员去玩命啊 你说是不是 嗯 被马踩死了 可就不好了 好多演员都被马踩过呢 啊 而且一踩 有的 踩死的 我不知道 就是 呃 这这骨折 那骨折 这重伤 那重伤的 多了 拍那个 跑马 各种各样的 特技演员 特技演员也有也有很多 有有有身亡的 有 这拍不好拍 啊 真的 最近每一个公的片子 什么公 这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 不知道最近每一个公的片子 还有人拍的吗 和公还有关系 不是人家都是成龙 成龙是有成家班的 他拍个戏 替身都得喊七八个 我哥以前有个教练 他有个师妹的 媚婿的姑姑 就是成家班的替身 啊 讲过的 成龙那个替身 他以一个镜头 八个替身的说 成龙他也不是就亲自上 他也有一堆替身 还有那个成家班的各种演员 去搞这个 成龙好 成龙挣钱 是真给他那个手下分的 都挣着大钱了 成龙确实这个 平行而论 成家班这个 确实分配这方面 做的很不错 正经装的公 拉不开 这不是公的问题 这是演员的问题吧 我知道 那个是说了 说了拉不开 我拉不动 非要他拉 非要他拉 他说那我反着拉吧 拍两个算了 结果给剪到视频里了 我知道这个事 人家那是什么 人家那不是演员 那是文旅局局长 人家做办公室的 你让人家拉工 我觉得那帮社事组情商太低了 你知道吧 不是我觉得我是干不出来这种事 人家做办公室的 人家能穿一整套 多少斤 盔甲 给你拍就已经很不错了 你让人家拉工 登哥 我的亲 我的天哪 也就人家脾气好 不愿意跟你这个剧组 不愿意跟你剧组生气 又换我 我到时候我六条子 我就不干了 我说直接中子合作 还让他们赔北约金 没有这么玩儿子 陈上班原来还来那种找过人 他不是 你可以去报名 你去报名呗 你不用 你不用看他来 你过去呗 香港都回归多少年了 兄弟 可不敢乱说 你过去呗 明问题呗 太低欲了 不是来挣钱的 不是来还命的 有很多这种东西 大家不要要求太高了 对吧 对吧 他们是来拍戏 是来挣钱的 不是来玩命的 兄弟 你只要别搞那种什么 排队枪毙啊 装装装真子弹就行 打不死 威力低 你试试 不行的 不行的兄弟 这样做会出事的 会死人的 都是特效的 不真的 大体没问题就得了 那确实 这么要求的话 不如把解放军的骑兵招过来 确实 这话说的对 怎么说你也不大 我也不能太高估从业者的文化水平 有很多人确实 有的是欺商低 有的是想不到 要容忍 我们国家法律有规定 像我们这种公众人物 主播这类公众人物 对于这个粉丝言论和一些社会上的舆论有容忍义务 是有容忍义务 所以我们就容忍 容忍就完事了 你是有义务去容忍 容忍不是你的权利 是义务 要记住 哪条法律怎么说的 公众人物对于这个社会舆论和和那个个人言论是有容忍义务的 太好了 今天敢叫文理局局长拉工 明天他敢叫谁干什么 我都不敢想 可不敢乱说 坏了 我已经想到很多很大烈的场景 比如什么 假设姚明以后 叫去足协了 他们该不会还要喊姚明去踢球 有的时候官僚主义限制的不是官僚 限制的不仅仅是官僚管辖的对象 有的时候也限制官僚自己 看燕双鹰吧 我们对这帮人有容忍义务 我也知道有人愿意看 但没办法呀 人家心心忽忽拍完了 你得让人家回本 投入市场的目的是为了让他挣钱不至于饿死 是很仁慈的 我们国家的政府和体制是非常仁慈的 他心心忽忽拍的再烂 他拍完了 你总不能让他的剧组不回本饿死吧 对吧 我们是很仁慈的体制和这个政府的管理 对吧 大家要这样想 为什么这些神剧能上市呢 你总不能让这些人饿死吧 人家心心忽忽 虽然拍的不好 都要拍完了吗 能挣一点 试一点吗 对不对 让仁慈又容忍 听说大陆香港导演来拍康视剧是真的吗 是真的呀 是真的呀 拍《黄暗讯论》那不就是香港的吗 我记得 叫林超前是吧 他就是香港的吧 不是香港的就是港台的 他不是香港的就是台湾的 就是港台的吗 是真的呀 没有错呀 第十方言是这个节目是凉了吗 我看偶尔还有 应该没凉 应该偶尔还有 你说的是拍的不好的是吧 也是真的 那也很地狱 那也拍的不好的 也是真的 土匪抗日气得我和家里吵架 你亮剑也有土匪抗日啊 你亮剑也有土匪抗日啊 那怎么办呢 哎呀 这这这这不知道 这长青湖是不是香港的主导 我不知道 那那一排这么多人 我哪知道哪个是吧 可不敢乱说哈 你回头那个兄弟们的言论 要影响我以后 去评经济百花奖 那你们每个人都欠我一个总督 知道吗 嘿嘿 看超主神剧的 怎么说呢 你要知道人的智商有高低 每个人都喜欢跟自己类似的 跟自己类似水平的世界和东西 就是你都来看抵抗新直播间的节目了 你是什么水平 你心里没有数吗 放在古代的就像方管二说的 都得是个传世知识分子了 你来看抵抗的节目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不要跟人生气 对不对 什么档次的人看什么档次的电视剧 你要这个 虽然这个话说起来 肯定引发争议 别人肯定说我这个人 有四十分子习气 看不起老百姓 但是有的时候 你可以这么说不说不自己 你知道吗 你只要不告诉别人就行 是吧 主播行为请勿 上让到观众 我觉得是观众行为 请勿上让到主播 因为可能我以后 也要去拍抗论神剧 万一大家看到我拍的剧 希望大家不要来骂我 我也可以 发SC骂我就能容忍 要是发两件外件SC 我就把骂我的话朗诵一遍 出视频 嗯 嗯 对啊 陈海哥徐克林超贤 啊 徐克林超贤 都是都是港台那边的 那 长津湖 我看了一下他的风格 那可能是 确实是徐克林超贤 在主导 恐怕林超贤 还要多一些 你真让陈海哥主导 我都怕他在这个 这种严肃的剧情里面 搞LGBT 你知道吧 我说真的 我真怕他干这个 啊 啊 这个国外的我不了解 国外的我不爱看 我我那个 哎 权力的游戏是美剧 是音剧啊 我就追过权力的游戏 整个看完的 啊 我觉得除了最后一部的结局 我不能接受以外 他拍的确实挺好的 勉强能够上 三国演义 70%到80%的水平吧 我觉得 啊 我说制作啊 当然了 这个天下第一大合剧 那永远都是三国演义 美剧是吧 主要是啥呢 主要他那个 他把剧情先写了 本来以为 哎呀 我就看看大家对结局 是不是喜欢 我就可以把我后面两本书出版了 然后这个剧情一看 大家都是骂的 这个作者开始害怕了 坏了 我的后面的所有都要大改 最后两部到现在都没有出版 啊 这 我觉得这也不是能理解 对吧 因为 说出误符 导致一个人变成分子 也不是在科学上不能解释 但是 他这么拍 那就不太好了 跟大明王朝1566比呢 大明王朝何德何能跟 大明王朝1566再好 他怎么跟三国演义比 三国演义有94级 每一级都尽量制作 没办法呀 哎 全由拍洗澡了吧 拍洗澡 外国人洗澡 跟中国人洗澡能一样吗 拍洗澡了吗 全由拍洗澡了吗 脑子里只有洗澡吗 洗澡是有内涵的 潘金莲 潘巧云 李诗诗和 颜婆西是什么样的人 拍他们洗澡有意义 你拍别人洗澡没意义 哎呀 真的是 你要哑一点 明白吗 啊 跟权力游戏比 那权力的游戏 那实在是比不上大明王朝 那大明王朝这叫权力的游戏呢 那个权力的游戏里面哪有什么权力的游戏 不存在的 啊 不就是权术 红毒蛇一个 那个老师的一个 小矮人一个 其他人有啥权力的游戏啊 没有啊 就光看着权力了 没看着游戏啊 啊 龙妈洗澡也有意义 那确实 啊 龙妈洗澡确实是很有意义 什么意义呢 就是 他是龙 不是人啊 主要是他通过洗澡的这样的一个 意向来向大家表达人和龙的区别 所以说龙妈洗澡就无论是镜头啊 还是意义表达都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他最后要预火 就是他先预水 后预 中间预分 后来预火 来展现出他这个人的退 人物的蜕变 和他身上的龙族精神 这个没毛病 龙妈洗澡确实是有意义 啊 那看着我这个 我还是有点浅薄了 多回观众的提醒 龙妈洗澡确实是有意义 大明王朝应该有个副标记到权力的游戏 那确实 他们分一百万 他们拿二百万 正分一百万 难道还要正感谢他们吗 那可太游戏了 权力的游戏 他那个直接翻译应该叫王座的游戏 所以他还是异议了 所以说权力的游戏这个名单是挺好的 权力的游戏这个名字真的提的好 他说我叫冰于火之歌 我觉得不一定有这么多人看 冰于火之歌 听起来像某种次第九小游戏的名论 还是权力的游戏好 说实话 又通俗易懂 又勾人起观看了欲望 龙之家族也好看 但是他演一半说再等两年 这可怕了 康熙王朝之九子落敌 那是雍正王朝 权力的游戏怎么说 我倒是希望他能有更多精彩的宫廷之斗 但是水平不太行 水平确实不太行 而雪泽宏里这个事件 他是有历史事件的 所以说你要怪只能怪英文的历史离谱 你不能怪这个作者离谱 明白我的意思吧 雪泽宏里那个事情是有历史事件的 所以说 所以说呢就是 他毕竟不是中国人写的作品 对吧 只能怪英文的离谱 你不能说这个 你不能报说这个剧情比较离谱 而且雪泽宏里 他那个小姑娘叫什么来着 那个什么士达哥来着 那个小姑娘 他那个剧情编排确实有问题 应该是用小姑娘的视角 一步一步的揭露雪泽宏里的事实 而不是真的把雪泽宏里到底怎么一回事 按时间顺序来演 这样的话就没有味道了 就没有那个滋味了 就咱们不出滋味了 但是没有办法 他都他他他他他愿意那么拍 我也没折 也没办法 只能看这个老爷子最后把这两本书完结了之后 后人再拍吧 这个电视剧版的遗憾实在是太多了 最主要的是显得那个维斯特洛和 主要是显得维斯特洛 整个大陆都太穷了 都快穷死了 就虽然嘴上说什么 哎呀一整片大陆都是我们的 我们富有我们这我们的 最后一看 也不比什么乔家大院好到哪里 对吧 也就是个乔拉院水平 还是拍的太穷了 拍的太穷了 那么穷不搞生产天天打内战没意思 是的呀 人家林东城城主北境之王 分年过节才能吃上猪肉 那那我为什么要看 这种地方的权力的斗争呢 没意思呀 这就是欧洲 那多少有点低于笑话 那那那多少有点低于笑话 他他不是主要是他 就是看英文人 就是或者说看他们过去 拍的他们自己的历史剧 那也是什么皇家富丽堂皇的 哎呀人人穿的都 这个贵族人人穿的整洁明亮的 而结果你看全这个游戏 国王穿的衣服都感觉到 都毛边有补丁的 哪像那哪像贵族 那就不像贵族 多少得借见红楼盆剧组 啊是吧 哎这没办法 那没办法 那只能说 那只能说他们剧组可能太穷了 是的呀 而且那个无法动作 啊我怀疑全一个游戏 找的无数指导是徐晓峰 因为我看那个师傅啊 什么剑士柳白元 还有那个那三部曲 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 窝后踪迹的打斗 跟这个权力的游戏的打斗 很像 我都怀疑他们是不是 请徐晓峰去当的舞者 一模一样啊 对吧 所以说所以说他们那个打斗 也只能说很有特色啊 这徐晓峰似的啊 大家听完我讲了之后 可以去看看 确实很像 就是在这个传统的 就是少士武侠和这个 一把武侠剧的人的眼中 权力的游戏的这个武打 就是一种灾难 但是如果你接受了 徐晓峰的武打风格 你可能会觉得 权力的游戏 开的还是很不错 这可太低于了 老师武侠与徐晓峰 哪个更接近现实 最接近现实 难道不是杭州那个 王八拳吗 不是王八拳叫什么 陈赫高 对 你不是干活呢吗 注意点二 我玄关那块玻璃 两万块钱呢 你离它远点啊 你不要拿那个 你有什么话说 你先把手里的 那个 竹编放下再说话 你专门破枪是吧 你 你拿个编练 我就已经很容忍你了 你不要再玄关练 那块玻璃 那块玻璃两万块钱呢 你对这话怎么说 我两万块钱都没听见 行吧 你伸个大点 就是这个徐晓峰呢 他其实想表现那种实战当中一招致敌 三招以内定胜步那种感觉 但是呢 但是呢 他那个演员不行 除了像一成会之类的 他那个演员没有办法 呃 表现那个实战的很多东西 因为有些东西 它是非常细节的 比如说一个人的眼神 动作 身体的 骨骼的结构 这些东西 这个演员技术不行 他板出来那个架子散 就让人觉得他像是 就爽呼吸 然后这个一惊一乍的 对吧 所以你看那个 徐晓峰的电影里面 最精彩的那几场打斗啊 全都是一成会演出来的 啊 反倒不是那个什么 他的 他演 他他挺的那些演员 啊 然后他有 为了这个 这个解决这个问题 避免一讲这个观感 他有的时候会 这典型的像是那个 师傅里面那个向战戏 向战戏 他就怎么样呢 他就 iPad了很多关卡 啊 然后 让让让这个 观众没有注意到 他们战斗中的一些 不合理不严谨的地方 啊 还有就是他这个 通过这个 不同 他因为他那个 每个关卡 那个武器和武器之间的 这个重量差别很大 然后呢 那他就可以有理由 说服这个观众 哎呀 因为这个武器重 所以他们挥起来很慢 所以啊 你看 这个这个主角 廖师傅 哎 这么一来 那么一来 这么一来 那么一来 就赢了 对 这个是徐氏武侠风格的 这个这个特点 你要说他 接近实战吧 他他努力的想接近实战 但是这个 还不是还跟实战 他还不太一样 啊 所以有的时候会 他既没有这个 实战那样一种 干脆绿色的感觉 又没有这个 邵士武侠套招的 这种好看的感觉 对权力的游戏 也是非常努力的 接近实战 但是看起来 什么感觉呢 就是兵器 各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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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砍中了 一个人倒 啊 要靠多次的攻击打斗 来表现 你看 这个人的防御值有多高 那个人防御值有多高 然后呢 你像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徐氏 是不是有徐氏风吗 徐氏风呢 他 他 他没有那么多轮次 然后 这个 这个 他想通过 哎 这么一来 他掉了 他武器掉了 我 我还在 我的兵器还在 他的防御率 防御值低 我的防御值高 但是这个世界还有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实战当中的这个 这个兵器招风啊 谁的武器被震掉 这个是由他的 身体结构 和这个基础力量 这个 这个 这个决定的 然后 演员不是穿人衣服吗 他又不是全裸的打 那观众们看什么 看这个身体结构 然后 但是呢 这个 很多演员 有没有那个架子 能把那个结构摆出来 就会让人觉得这个 哎 他这么一来 哎 我这么一来 啊 这个 这个套武器就到了 就恒不合理 啊 会出现这种那种情况 啊 对 全裸的游戏的天上剧 也是这种感觉 所以说他们的就 全裸的游戏的武打 简直就像是 徐浩芬脑五指子一样 啊 是的 是的 那就是 欧洲 欧洲武器 啊 对 欧洲武器 它其实 欧洲武器 它是欧洲武器 它是欧洲武器的 所以 它是欧洲武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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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欧洲武器的 这个身体结构 非常严谨 非常符合这个力学构造 啊 然后你看那个 假如看过那个 B站上一些 那个 我们叫河马 欧洲历史武器 是EMA的话 你会看到他们这个 你是能感受到 那样一种结构之美的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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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体核结构 非常严重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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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件一架 你就是砍不开 啊 但是呢 这个 我估计啊 我没看过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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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与火之歌的 这个这个景象 当然这个 刘伦刚才讲 大概率 原来那个底子不行 没法演出那种 非常非常良性的 那样一种身体结构 那这个 这个 观众一看 你就没有范儿 不行啊 对吧 那进去还讲一个 两个笑呢 比个架势呢 对吧 那那就会给人一种 很出戏的感觉 比较著名的一个武打 不就是一个 全部 穿着盔甲的大壮汉 把一个人给做死了 这个其实就是 当时也不能说诟病吧 就 就让人很难忘的 一个细节 你不能说他实际上 也不会出现 这种情况 但是 对 让人觉得 比较的 对吧 这个 王伯党替李密挡箭 然后把李密给压死 还有一点就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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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又把我合了一次 你注意点 啊 哦 已经无熟了 那10点40了 要么咱们今天就先结束 对对对 明天明天接着播 你明天赶紧给老子把活干嘛 等着你去讲那个 通过3点4呢 哦 好 回到段落 有几天很想谋好 这几天 这几天的前提是 那个 有大量的 我们说 那个 由日本的武术传统 武术传统没有 这样的情况下 大量的这个 旧武士 怎么 就 最佳的那个孩子 和那个旧日本军人 全员 然后现在的这几天也不怎么样 徐克电影里的打斗 看着都很爽 徐克那个 我的妈 徐克那个 那斯皮尔伯克 一个路数 全特效 你看这是打斗 其实两个人根本就没接触到 你知道吧 大剑 这是激光 那烟花 噼里啪啦 压根就没有打斗 噢 当时看那个 孝敬江湖 测不好 那个说 荡剑士 扣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 这一弯一回弹 他弹起来了 当时看不动了 这个动作意义是什么 但是很劝 听不清 你再说一遍 行吧行吧 当时看那个 是孝敬江湖吧 那个那个 那个 对孝敬江湖 他那个什么 读破剑士 乍一听 这个名字 这个好帅好帅 然后一看人 把剑出来的地上 剑一弹弹起来了 但是敌人呢 敌人在看他 搞这个荡剑式破剑式 你就不要在我面前 玩成多我脑了 你把我脑袋给开瓢了 你先把这个猪鞭底下放进去 鞭专门破枪是吧 那怎么骂你 对对对对 比他强的循环电影没有 徐柯的循环电影天下第一 没办法 这天下第一 古今大战秦武琴那拍的吗 那比优比习国家秦武琴好的吗 仔细想想就没有啊 古今大战秦武琴算循环电影 算啊怎么不算 手上那故事确实不行 看特效还不错 有个大优惠出来了 大家把他打倒了 就那么简单 还行吧 当然打倒了过程有点太离谱了 就是我有一个女朋友 她有个妹妹 我女朋友的妹妹呢 有个老公 然后她呢有个强的老乡好 所以我们传在一块去打 类似于这种 你明白吧 我也没搞 就大概就这个意思啊 有点复杂 那咱们就明天再说吧 今天也时间不早了 咱们以后 你回去把那全面游戏的几个舞打看看 就什么穿着开甲 一个大胖子把人给做死了 这个你也可以再看 太地狱了 那就那就这样 好钱再见 嗯 我便叫你 然后 我 Penn